那里面的东西应该不会被弄脏 疫情期间流浪在外的猫 如果没人投食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冲击 但是也不能多吃 因为猫吃了也不健康 在疫情过后 肯定会有人第一时间 带上上等的猫粮和高档次的食物 去给这些小动物捕捕身子 毕竟这些东西狗都不吃 你看这孩子的检讨多深刻 连反省都与众不同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人才一定是先做人 厚层才 你这顿公主也配是大学生 难怪 很难相信你会成为什么人才 鸡蛋面包 你可扔了也不给别人吃 狗都不吃 八成是姥姥告诉你的吧 哪来你吃迷糊药了 走错门了吧 这是高等学府 培养人才的地方 要享受你回家去啊 跑这来干嘛呀 何必摆这臭架子 给当代的大学生丢脸呢 你谁家的孩子 这样的品行也没谁了 这年呢到底应该怎么过 今晚咱讨论讨论 好吧 刚才很多人感叹说 这年呢越来越没意思了 这年味啊 你不如以前了 怎么着也不如以前了 这也正常 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心情越来越淡了 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这一点 你看天南海北的 他忙忙活活的 说回国家团聚一回 过一回团业年呢 好像对有很多家庭来说呢 有很多人来说呢 好像成了一种奢望 对吧 然后咱们再说 那个方便帽 你看国家有尽量 不让方便帽 这么多年都禁止方便帽 烟花 环境污染 有造人印 还有危险 对吧 今年元代前的好多地方呢 就壮了壮胆子 要出新规定了 说今年呢可以放烟花了 哎呀这一算可好啊 你都没有体会到 说一个小区里面的上万人 有1000家在这一个小区里放便帽 哇那污染 跟你说西洋烟迷漫 很多城市的空气本来就不好 是吧 再一放个烟花 你看又这样 哎有些地方一看放开了 老百姓招事呢 有了一个新闻点还真好 有一地方呢还在疑问这个事情 这就说年后 这个东西 有官部门会不会追究什么责任呢 你看上边有要求 怎么另行禁止不是吗 怎么又放开了呢 很多人都希望今年春节呢 一定都会放开 打放饼炮 那就来吧 不知道年后会不会有的地方领导会被问责 这个呢咱不太好说 然后再说年饭 家家户户呢都筹备一顿年饭 你看有一个北大教授他又说了 这个年夜饭呢 还有很多人吃的这个上途下屑的 完了之后呢 到医院去急诊 有的呢甚至没抢救过来呢 还丢了性命 再有呢吃年夜饭呢 大喝酒啊 大喝二喝的是不是啊 忽视海躁的 完了之后喝酒容易耍酒 风还容易引起豆河物 完了之后呢也容易带来人生伤害 第三点呢说什么呢 文明国家 你看人家都不吃年夜饭 中国还保持这个落后隐 这么一个传统 不文明 你看这个专家又来了这么一套说法 怎么老百姓过个年怎么那么多事呢 是不是 中国的传统年啊 保留一些传统的习俗 热闹一点 无可厚非 但是呢有些东西 随着时代的发展 那些新的文化东西呢 说代替了过去的一些东西 很多这个旧的习俗 就显得不那么于是俱进了 改变一点呢 这也无可厚非 国家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就是在利民 惠民 便民这些方面呢 也做了不少的努力 也为百姓着想 这个我们也应当理解 实事求是的说 现在这个春节过得 有没有意思呢 我觉得 有新的时代气息 新的文化元素在里边呢 这个春节 这个年这么个过法 也并不亚于说 我们完全按照 过去那个老传统 去过那个年 不一定就比那个差 我还是应当感谢 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真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呢 年过得更有 现代的风味了 传统是民族风 现代的文化气息 也是民族风 我们在对过去的 这些老的传统习惯呢 反有一份情节的同时 也应该对我们现代的文化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丰富多彩的内容 而感到欣慰 这也是一种 新旧结合的一种民族风 于是俱进 接受新的东西 是我们应当有的一种 新形式下的境界 年该怎么过 还怎么过 虽然形式上呢 有所不同 或者说年味 你觉得没有那么浓了 但是呢 我们心是热的 因为生活 一年会比一年好 长话咋说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散会 咱东北人咋的了 挨了人家一顿臭骂 男女老少都熟着 怎么骂的 咱大家来听听啊 人家骂你一句 咋的犯法 你可以去报警 就骂你咋的 东北狗 去报警 本来就是东北人 像个垃圾 像谁一样 这是不久前 一个叫武汉小阿姨的 女主播 在直播间 公然这样辱骂 诋毁东北人 不但引起了很多 东北人的愤怒 就连很多武汉人 也很气愤 因为他的这个做法呢 也是武汉人的形象呢 大跌眼镜 太过分了 这种低素质 能有教养的人 不该做主播 搞地狱黑 剧粉丝啊 抬人气啊 拉仇恨啊 很不道德 也很愚蠢 严重破坏了 网络的环境 网络平台又呢 坚决禁止 这类违规行为 这个丫头好像吃错药了 哪个神经出了问题 有很多主播连麦批评他 说你不应该这样骂东北人 他不但不接受 而且更加变本加厉 更加肆无忌惮的 抓着东北人不放 怎么解气 怎么狠 怎么难听 怎么骂 好像东北人哪辈子 该他的欠他的 抱着大家孩子跳井了 现在很多湖北人 武汉人 在东北打工创业 赚东北的钱 养家糊口 东北人也没有旗帜 他们呢 是吧 谁也没骂他们 说你湖北老都给我滚蛋 不管是哪来的 大家都处得很和谐 天下一家亲嘛 对吧 东北人有那么糟糕吗 怎么在你这位小阿姨的眼里边 东北人就都是狗了 都是垃圾 都是屎 好像你与东北人 有阶级仇民族恨 不共戴天 东北人听了心里 当然不舒服了 那不骂你才怪的 网络是供大家娱乐 交流创业的这么一个平台 不是罚外之地 不管哪个平台 其实都有严格的规则 但是给人感觉啊 有些规则不管用 一方面是主播的素质有问题 另一方面呢 平台管理也有很多失误 当罚不罚 当封不封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呢 就纵容了一些人的不法行为 像武汉小阿姨这样的人呢 应当取消她的主播权 把号给她封了 加强管理 严厉打击这种 违规不道德的行为 当然呢 在这里啊 我也想对咱们东北主播说几句 连麦的时候 你也骂那位小阿姨了吧 不然的话呢 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黄金法则呢 是尊重 你要想受人尊重 那你首先要尊重别人 注意不要使用那些粗俗 误会 诋毁 谧马的这一类的语言 既有损自己的形象 也毁了那东北人的形象 媒体是公众平台 其影响面非常大 波及面也很广 所以维护好网络生态环境 是大家的责任 感谢收看 祝你快乐 出太阳呢 打开 这是给我孙女 摘了几个柿子 她喜欢这玩意 没见过 那个柿子 摘几个蒜苗 我还养了一颗葡萄 这葡萄长叶了 长芽了 这儿也长了 这儿 还有这儿 这是十年的葡萄羊 今年春年 肯定是戒葡萄了 现在这芽长这么长了 这个事我说不太好 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对咱们养羊啊 是防病啊 是不是有好处 我自己感觉挺不错 是一种心理健康的 这么一种感觉 你看啊 我就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有点发烧 大概在38度左右吧 第二天早上没事了 就是头也没疼 嗓子也没疼 第二天早上起来 去吃了点早餐 回来之后准备准备 我又做了一个短视频 就两件事 一个呢 坚持每天做一条短视频 然后就是试弄试弄这些苗 挺开心 又不能出去走 老年人挺令人担心的 是吧 岁数大了 能不能身体 有些这样的毛病 带来的毛病 弱视群体 别出去走了啊 别摇拿了 走了 哪也不太敢去 在这种压抑的情况下 郁闷的情况下 保持一个良好的 这样一个开朗的心态 我觉得那非常重要 怎么说呢 我好像没太拿当回事 我很少去看这个专家怎么说了 那个专家怎么说了 这个药 那个药 这个药 你背点 怎么怎么 我好像没怎么太拿了当回事 我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做短视频上了 然后呢 试弄出这些苗 然后盼着呢 早一点天暖和了之后 我好出去 出去我走远点 那边热闹 是吧 风景也好 我希望到外面去溜达溜达 拉在屋里闷着 都闷死了快 但越是在这个郁闷的情况下 越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都我儿子买了 所以栽培在床台上栽 我上下面那个树林的那边扣的土 这边 这幅的模样了 这底下模样了 这我儿子帮我弄的 他坐这儿拍短视频 录短视频 还挺支持我的 弄那个电脑 弄一个台灯 如果你在冬天能来到新凯湖 恰好赶上新凯湖冬度节 那你可真是好运气 新凯湖冬度历史悠久 那场面那是壮观的 你从来没有见过 新凯湖水产资源丰富 文明天下的新凯湖大白鱼 鱼无苏里江的大马哈 还有随和河的瘫头鱼 被称为边塞三针 还有什么三花五螺 十八子七十二子 你看这鱼有多丰富 当地的人有口福了 过去东谷全靠人力 一次东谷需要好几十人一块来完成 现在有了现代化的机械和车辆 每年的东谷吸引了各地大量的游客 寒冬纳月 美丽的新凯湖 营装素果 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一月十日是东谷节来临之际 早早的人们就开始筹布起来了 你看冰面上的车道 有四十多公里 有很多自家爱好者将在这里展开 穿越新凯湖的比赛 还有冬涌 人们不畏严寒 纷纷跳进冰冷的水中去畅游 那水冷凉了 还有速胜文化 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 新凯湖的历史 带你感受古老文化深厚的底液 你看那一面面的红旗 大红冬露 预示着新的一年 红红火火 要说让人最期待 最感动的是什么 那冲往的那一刻 在一片欢呼声中 雨往缓缓的拖出水面 人们都围过来 期待着鸡面的头鱼 最先露出水面的 最大的那条鱼 有二三十斤重 虽然头鱼很贵的 那价格现在都能涨到 二十万円的一条 但正常有很多人 想着要拍到这条 都想拍到这条鱼 那就预示着鸡面有好鱼 年年有鱼发大财 我想的时候 见过打洞网 划着爬里到小湖里 去找一些老人 带着一些知青 在湖里边打洞网 那时候很热闹 场面记忆有新 有的时候一网 能打上来几万斤 如果你不是到现场 亲身的去感受一下 你怎么也不会相信 在零下近三十度的 严寒里 豪爽 其热情 新凯湖人 有这样的盛典迎接 新春的到来 东部街期间 各项活动丰富多彩 有探寻宿舍文化 有东部飞移 记忆展示 还有大型石井音乐剧的演出 同步穿越兴凯湖 自驾穿越兴凯湖 还有东勇 文旅特色产品展 还有地方特色美食品尝 你看 丰富多彩 你就瞧吧 为八方来客 献成一道丰盛的大餐 寒冬里品尝一回 大铁锅炖冷水鱼 我跟你讲 那味道老好了 堪称天下一绝 很遗憾 今天没有机会 到湖里了去感受一下 来年 也许大概没准八成 回老家去看看 参加东部节 咱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看 祝您兔年大吉 行大运发大财 过大年之前 还过一个小年 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知道 这个小年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呢 小年与一位皇帝有关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天话题 小年快到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 小年的来历 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呢 出了两位农民皇帝 一位是汉高祖刘邦 再有一位就是明太祖朱燕章 朱燕章年轻的时候 非常落魄 他是一个穷王蛋 他曾讨过饭呢 还当过和尚 那个含酸劲啊 你就别提了 话说有一年过年 他身无分文呢 想在肉铺里边呢 舍几斤肉过年 老板一看 这小子穷得这样 还吃饭 还要舍账 不行不行不行 就大大不洗礼的 赶他出去 朱燕章呢 可怜巴巴的说 老板 你心情好吧 要不 你赏给我一个猪头吧 那个时候的猪头 非常便宜 老板说 不行 猪头也不赏给你 朱燕章呢 非常失望 垂头丧气呢 就来到了街上 见到一柱墙壁 心血来潮 就在那上面 写了一首大油诗 你别看这小子穷 人家还会写诗呢 你心啥呢 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 它是这么写的 可怜可怜 真可怜 别人有年 我无年 是个猪头 要献钱 有朝一日 当皇上 老子要过两个年 就提了这么一首诗 在那个墙上 你别说 人不可貌相 海不可斗梁 他做梦也没想到 老天爷扔些个 大发麦饼 光当就撒在他头上了 这小子时来运转 那风风光光的 当上了万岁爷 你说上哪说理去 这一年快过年了 朱燕章突然间就想起了 穷在街头 无人问的那个情形 好一阵心酸 他当然记得 曾经写在墙上的 那首大油诗 有朝一日 当皇上老子 要过两个年 那也算是 我的金头预言 于是 他就颁了一道指令 从今天开始 每年要过两个年 一个小年 一个大年 当时已是 腊月二十二了 就定在明天 腊月二十三 是小年 那个时候 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不像现在呢 打个电话就OK了 当这个圣旨传到南方的时候啊 就晚了一天 所以呢 就有了 北方人小年 是腊月二十三 南方人过小年呢 是腊月二十四 后来 才有了大年三十 和大年初一 这个说道 小年腊月二十三也行 二十四也重 反正都是年 小年这天呢 要搞扫厨 吃饺子 吃猪头 现在猪头 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 好几年没吃的 人家小店里写着呢 小本生意 盖不设账 感谢大家收看 猪年吉祥 不对 兔年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天说话题 如果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你还怎么选择呢 就是医生告诉你说呀 这位老人呢 现在有一些需要做手术 做了手术呢 生命可能有保证 但是呢 可能成为植物人 所以子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什么感受啊 这个时候 是考验良知的时候了 说呢 有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呢 他家里有四个子女 他们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说这个老头到医院检查呢 得的是脑干出血 到了医院检查以后呢 就是医生说呢 要做手术 子女问 那手术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呀 医生就告诉他们说呢 命能保住 但也有可能呢 不能自理 一听就明白了 这不是植物人吗 很明显呢 是吧 这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打击 几个子女啊 就特别为难为这个事 你说这个手术做 还是不做 不做吧 说不过去 百善孝危险 对老父亲怎么 能见死不救呢 那你不被人骂吗 这也太没良心了吧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手术要做了 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植物人呢 哪个医生 他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对吧 如果真的成了植物人了 这四个子女呢 也不是不孝顺 都有特殊情况 而呢 都是没有工夫来照顾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 植物人不是一个完美的生命 无论对病人还是家属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那么这个事 就从这个角度上论 也可以理解 是吧 遇到这种情况 那肯定是谁也不忍心 不救 放弃了 即便是成为植物人 人还在啊 是个念想啊 那是父亲呢 是亲人呢 还有机会伺候伺候 还能多少进点笑不是吗 敬畏生命 这本质没有错 来到这个世上 回一回 谁都不容易 谁都希望健康长寿 但有的时候没办法 生老病死 都得去承受不是吗 这对于医生来说 也是对良知的一个拷问 医生呢 是救死扶伤 只要有一些希望 医生肯定 不会主张你放弃 不救了 那么亲人不签字 不同意 这个手术是做不了的 医生呢 也就只好放弃了 良知的拷问也好 灵魂的拷打也罢 生死的角色 太残酷了 真的没有办法 有很多人主张呢 提倡安乐死 这是挺好 敬畏生命的一种表现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一个表现 不知道大家呢 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老天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各位合家欢乐 兔年吉祥 发大财 借此机会呢 也向我的亲人拜年 祝你们安康快乐 兔年万事如意 在新年到来的时候 不做这样一期视频呢 总觉得好像心里边呢 少点什么 我发的每一条视频呢 都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老天在这里说一声 谢谢 我在黑龙江新凯湖 生活了六十多年 去年来到呢 古城西安 实事求是的说啊 南北气候不一样 生活习惯等有很多差别 很难用好和不好 来看待这些 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有过最艰辛 最苦难的体验 所以现在一切都感到很满足 不管在哪里生活 虚荣少一点 奢望少一点 就会觉得活得舒服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 平平淡淡 知足常乐 便会少了很多烦恼和无奈的叹息 我经常看家乡的朋友 拍的很多视频 四季风华 相土相情 格外新鲜 春天的白鹤 夏天的芦苇 秋天的稻田 冬天的冰雪 都有我对黑土地 对那道山岗那片丛林 那一壶碧水 深深的眷恋 天若有情 天一老 人间正道 老是沧桑 不到老年 不知人生的不易 不知时间的无情 不懂世道的真谛 以及荣辱的那些过往 西安虽然还没有更多的去感受古老历史的文化神域 但呢我早已从劝君更进一杯酒吸出阳关无故人的诗迹里领略了仙人永叹人世间几多仇怨和伤感 好在有一座大雁塔 有壮观的钟楼 有长安古城墙 有身着美丽的堂庄汉服的身影 从大唐芙蓉园里走过来 我想我一定会喜欢这个城市 就像爱自己的家乡 我们都是过客 是历史的过客 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 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自豪 各位朋友 在新年到来之际 我做这样一期视频 是想表达我的一份真实的情怀 那就是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心中积蓄已久的压力 在明媚的阳光下散去 为了更好的生活 我们努力着 憧憬着 希望着 快乐着 祝大家兔年都有好运 谢谢收看 虎头要塞大家听说过吧 我曾经去过 这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上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大家好 老田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虎头要塞那些事 当年日本关东军修建虎头要塞 它的目的是把这里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 因为虎头的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它位于柏利和海森外的中心点 是遏制苏联远东乌苏里江铁路的咽喉 同时它又是远东军进入东北腹地的捷径 虎头要塞不是一处 它西起火石山 东至乌苏里江于俄罗斯的伊曼 隔岸相望 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呢 它有五个主要的要塞组成 那蒙虎山是主要阵地 现在人们去参观的要塞遗址 就是蒙虎山下的阵地 中虎山是日军守备司令部的所在地 高纳110.8米 地下公市以蒙虎山为中心 由隧道中西地下的要塞相连 地下设施包括指挥所 通讯室 休息室 火房 雨池 粮库 担药库 发电所等 并有竖井 直通山顶 观测还有多个通风孔 排气孔 反击孔等通道 1939年的3月 关东军建立了第四守备队 辖三个步兵队 五个炮兵队 一个工程兵中队 总数呢是8000人 开始扩边 兵力达到多少呢 一万两千人 要塞仓库当中储备的粮食 衣物 弹药等 可供养一万多人 使用三个月的时间 火力配备都有什么呢 有10到30厘米口径的榴弹炮 还有迫击炮 高射炮 高射机枪等 另外呢 它建立一处半地下 钢筋水泥结构的巨型炮阵 将东京湾要塞的海防巨炮 40厘米口径的榴弹炮 运到了虎头药塞 长有20多米 最大射程是20公里 炮弹长4米 弹头直径40厘米 长1.2米 最大的装药量呢 有1000公斤 你看这炮这么大 这个阵地我去了啊 它这个大原坑 钢筋水泥结构的地下大概有1米6这个样子 然后上面有钢筋铁架结构 打一个棚子 当时呢 棚子上面盖了很多的这个薯条 树枝子来挡一下这么一个 当然这个原炮已经没有了 现在呢 是一个金属构架的一个炮的模型 据说呢 操作这个炮 在二三十成 在虎头镇以西30公里的火石山 日本人还修建了什么呢 火车炮阵地 建了一个列车炮中队 装备了24门口径 达到1米的列车炮 最大射程多远呢 50公里 可见日本人真是下了血本了 正是由于虎头要塞的分布 公式规模 军事设施 联合防御啊 都十分坚固 攻击力极强 日本关东京呢 就把这里摧取成什么呢 永久的要塞 这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 修建这么大规模的军事工程 耗资大数亿 征用劳力呢 十多万 用了六年时间 很多山 你进去看都被掏空了 1934年其实他就开始了 到1939年湾工 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 有无数的中国劳工啊 还有战俘啊 遭到了残酷的奴役和伤害 可以说要塞 是用中国劳工的尸骨堆积而成的 这些劳工受到非人的待遇 食物缺乏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 劳工大批死亡 尸体就被随便的丢到荒野上去了 惨不忍睹 据日本的一个士兵 港区哲夫 他在虎头决战秘录中呢 这样写道 昭和18年也就是1943年的一天 药塞大体完工 劳工被集中在那蒙虎山西路的华地里啊 举行什么呢 举行酒宴 用酒宴来酬劳 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就用机枪扫射 所谓的宴会啊 顿时化为血腥的屠杀 到处都是刺鼻的血腥味和尸体 1945年的8月9日 苏联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对虎头要塞发起了攻击 日本守卫队呢 凭借坚固的攻势啊 顽强抵抗 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这之前呢 其实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 但药塞里的日军不相信 坚军不投降 那就不客气了 1948年8月10日 苏军出动48架飞机一顿矿空 并往药塞里呢 投放大量的汽油 顿时啊 这个地下的空间就变成了日军的坟墓 1400多名日军 除了53人侥幸逃生 其余的全部被消灭 戴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战 如果有机会来到虎林 别忘了一定去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要塞 走一走 看一看 勿忘历史 抢我中华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宫女敢杀皇帝 胆大包天 你别说还真有这事儿 而且还不是一个宫女 16个 不用什么凶器 而是用绳子 大家好 老田话题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千古奇案 这件事情发生在明朝 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 一个比一个神 我跟你讲 那稀奇古怪的事儿多了 北京万寿山呢 有名十三陵 这可是一个著名的风水宝地 这块宝地呢 是名在相当有名的风水大师 廖骏清选的 位于北京北面的昌平县境内 天寿山的南路 以北京50公里 邻居占地面积呢 120平方公里 埋葬了13个皇帝 古代迷信色彩很浓厚 都很重视巷宅看墓地 说风水好啊 能给子孙带来好运 家族兴旺 风水不好啊 不吉利 凶多吉少 说到挺多 于是呢 就形成了一套风水理论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那就是龙 血 沙 水 巷 这么五个方面 十三陵前六公里 神道两侧 有两座小山 东边是龙山 西边是虎山 正好符合东青龙 西白虎的四陵方位格局 明朝经历了276年 共16位皇帝 怎么十三陵 这就十三位皇帝呢 因为明朝建国的时候呢 建都在南京 就是天津 有三位皇帝 没有葬入十三陵 他们是朱元璋 朱宇文和朱启玉 朱元璋是开国皇帝葬在南京紫金山上的名孝陵 建文帝朱宇文离其失踪 没有领木 他是明朝第二位皇帝 那么第三位皇帝呢 是朱元璋的孙子 在朱宇文继后的第二年呢 燕王朱底从北京起兵 灰师南下发起了静难之意 战争持续了四年 在慌乱中呢 皇宫起火 当大火扑灭以后呢 人们发现这个皇帝没了 也没有找到 有的说呢 被火烧死了 但没有发现尸体 还有的说呢 出家围僧了 顿入空门 总之下落不明 成为千古之民 明景林朱祁玉 是第七位皇帝 他本来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 1449年 由于他的哥哥 明英宗朱祁镇 御驾东征 抗击瓦斯 结果在土宝之变中 兵败被俘 不可一日无君 朱祁玉就被推到了台前 当了皇帝 没想到一年之后啊 这个朱祁镇就被瓦斯放了出来 这个情况就很尴尬了 朱祁玉和朱祁镇之间的关系 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 朱祁玉将朱祁镇 软禁在南宫加紧防范 然而七年后 朱祁镇发动独门之变 独回了皇位 随后朱祁镇将朱祁玉 软禁在永安宫 一个月后 朱祁玉离奇去世 朱祁镇在诏书中指责他弟弟 不孝 不仁不义 没有资格葬入皇陵 就把他葬在了 北京西山景泰陵 第十三陵就葬了十三位皇帝 明世宗朱厚聪 是第十一位皇帝 这个人性格多于暴力 经常打骂太监公民 一不高兴的 可能就处死他们 九日九日就急下了院 叫杨金英的女人 召集了十六位公民 聚集在一起 商量一件大事 那就是要杀死皇帝 公民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呢 古代皇帝呢 都有一个笔号 那就是迷信 求长生不老 为了练得长生不老之身 皇帝派人到高人 将他们请到宫里来 朱厚聪还听说呢 练丹的时候 只有家境 十三四岁少女的处女精血 才有奇效 于是呢 就派人输送了一大批妙龙宫女 只为了练得不老神丹 为了确保原料纯正 这些宫女不能随便进食 每天只喝一些露水 吃些什么桑叶啊 花蜜啊 久而久之 这些小女孩都变得面黄极瘦 除了供练丹的精血以外 还要承担宫中的杂果 皇帝根本就不把这些女人当人看 朱厚聪一不高兴 就对这些宫女打骂 甚至处于急刑 久而久之 宫女们对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 充满了恐惧和怨恨 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 这些宫女终于忍不住了 所以以杨金英为首的16个宫女 就密谋要杀死这个可恶的皇帝 经过秘密的策划 他们决定与凌晨动手 这天晚上 朱厚聪临姓了一位姓曹的妃子 然后呢就陷入了沉睡 凌晨的时候啊 林姓的那位妃子悄悄地从龙塔起身 开门把杨金英他们放进来 原来这位宫女和他们是一伙的 这些宫女一拥而上 用一根绳子套住皇帝的脖子 再用布捂住皇帝的嘴 这个时候呢不能呼吸的诸厚聪突然醒来 发现这些大帮宫女儿在她床前想杀死她 处于求生的本能 她开始奋力的反抗 但她一个人面对十几个宫女 很快她就败下阵来 随着绳子越累越紧 她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热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 方皇后突然带着侍卫跑过来 救下了皇帝 并制服了这群宫女 原来啊是一个小宫女叛变了 却向皇后告密了 这些宫女呢最终呢都被处以急刑 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都被诛杀了 这场宫女起义呢 比失败告终 朱后聪呢命不该绝 不过仙丹也没能保她长寿 最终她还是因为长期服用 含有铅和拱的重金属的丹药而中毒 口吐白沫 凶闷窒息 我虎爱哉了 她只活了59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一共出了四百多位皇帝 皇帝是不允许随便出宫的 宫庭里的女人也是一样的 只要进了宫 基本上就这辈子交代在这吧 皇帝后宫家里三千 生孩子随便 想生多少生多少 那子女的数量打得惊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看看皇帝生娃前八名的排行榜 第八名 晋武帝司马炎 活了54岁 在位25年 生了26个儿子 12个女儿 共38人 第七名 唐顺宗 李勇 活了45岁 在位才一年 他生了28个儿子 女儿11个 共39人 第六名 唐高宗李渊 享年69岁 在位7年 生了22个儿子 19个女儿 共41人 第五名 就是明太祖 朱元璋 活了70岁 在位25年 生了26个儿子 16个女儿 共42人 第四名 陈宣帝 陈虚 享年52岁 在位14年 生了42个儿子 6个女儿 共48人 第三名 康熙 享年63岁 在位25年 生了35个儿子 20个女儿 共55人 第二名 唐玄宗 李基隆 生了30个儿子 29个女儿 共59人 这做头把交椅 的是宋徽宗 赵吉 享年63岁 在位15年 生了38个儿子 42个女儿 共80人 如果放在学校里边 一个班 40人 正好是两个班 都姓宋 娘都是谁呀 恐怕也搞不太清楚 把娘凑到一块 可能足够一个班了 皇帝能生这么多的孩子 一方面是皇帝都风流成性 有大量的时间吃喝玩乐 而且传统上就是男尊女卑 多妻制 所以呢 可劲生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传香火 只有儿子才能够继承皇位 女人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 所以呢 想生多少 生多少 两千多年就出了一个女强人 武则天 武则天确实不一般 他不管那套事 老娘就是要当一回皇帝给你们看看 女权主义 在武则天身上体现的那是淋漓尽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朝历代都发生了很多 争权夺位 父子相残 兄弟手足相残的血腥事件 非常惨烈 古代人口出生率是比较低的 到了清朝 人口大约只有四亿左右 无论是版图上的地域面积 还是人口 还是经济等 打清国那都是最强盛的 但是清代皇室有个习俗 就是为了皇族血统的纯正 提倡近亲结婚 所以出生率不高 特别是到了后期 从咸丰皇帝开始 香火就越来越淡 宣统光绪早早的就没了生育能力 没子嗣 所以思喜太后才有了垂帘停政的机会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没有南丁基从皇位 封建帝制也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皇帝多子多孙 无论生多少都不能挽救封建社会灭亡的命运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傅索安是一个人的名字 大家猜一猜 是男是女 如果都猜说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错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这个叫傅索安的小姑娘可不一般 在她高中的时候 她就第一批报名下乡插队 来到黑龙江省的边境地区 后来她叛国投敌了 成为克格勃的一名出色的特工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个极富传奇的姑娘 短暂的一生 傅索安是一名天经之星 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地 她的妈妈呢是一名英语翻译 爸爸呢是一名医生 她天生丽质啊 漂亮聪明 童年的时候呢 她有好多照片 都被照相馆挂在外边做广告 她继承了父母的智商 从小学习非常好 尤其是英语 遗传了母亲的优势 她喜欢看书 脑子活 点子又多 因此她总是显得比别人呢 至高一筹 她在高一的时候 就成为全国第一批 插队落库的知青 说人有两个缺点不能有 一个是致命的 一个是犯重复的错误 傅索安恰恰犯了这两个毛病 她最致命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她特别爱出风头 喜欢别人多关注她 围绕在她身边 经常摆出唯我独尊的姿态 在这方面她很虚荣 1966年她17岁的时候 还在上高中 是一名班干部 又是英语科代表 她就组织了一支 有几百人的战斗队 取名叫什么呢 横空出世 有很多同学都积极响应 是学校最初风头的 这么一个组织 后来受到了一些排挤 不顺 这个组织呢 解散了 她就组织了几个人呢 想再成了一个组织 建立这类组织呢 需要审批 但是没有手续 她就想撕克个公章 就找了一名受批斗的 挺有名的一个金石撰克家 来克这个公章 人家一看不敢克 你没有证明啊 不给他克 他上去就是狠狠的这一巴掌 把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呢 打倒在地 傅所安做的第二件措施呢 就是举重欧洞 他插队的地方叫齐马村 这个村子位于黑龙江省的边界处 距离著名的俄尔谷纳河呢 只有二十公里 他暴躁的脾气一直没有改 有一次 齐马村和隔壁包家庄 这样一个村子呢 因为水资源分配的问题 发生了争端 双方的欧洞 大打出手 齐马村有人呢 被打伤了 傅所安作为齐马村的人 他想这个时候 我应该为齐马村出把例子 于是一天夜里 他就策划了一个 以少胜多的办法 就是搞突然袭击 派一支小分队过去 定下四五个袭击目标 每加上去五个人 直接攻击目标 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 受袭击的包家庄呢 生产队员有五人被打伤 三人被打骨折 还有一个人呢 眼睛被打失明了 工作组后来对这件事情呢 进行了调查 完全出乎调查组意料的是呢 是19岁的傅所安 是主谋 作为主犯呢 他被控制起来了 等待进一步的处理 这是1968年 傅所安非常的恼火 觉得这回可玩了 受人控制失去的自由 那不行 他不甘心就这样被管制 于是他想到了逃跑 往哪里逃呢 俄尔古纳河 他知道那边是哪个国家 苏联 也许在那里会有更好的生活 于是呢 有一天下午 他呢就挣脱了看守 冒着鱼 拼命跑了20公里 来到了俄尔古纳河 站在高高的河地上 寒风打得他浑身之哆嗦 他往下看了看 毫不犹豫的鼓起勇气 像飞烟一样从高空跳下 冰冷的河水 汹涌着波浪 拼命的向对岸游着 也不知道游了有多久 异国的巡逻船发现了他 把他抓住了 用高压水枪将他击倒 傅索安经历了几种酷刑 但他都挺过来了 那些人觉得 不可思议 这个女人挺有个性 又有毅力 她的体能又很惊人 觉得有利用的价值 所以呢就把他送进了 间谍学校学习 专门学习那些什么射击呀 格斗 爆破 窃听 野外生存 投毒物等 这些呢 以前他在电影里看过 特务干的事 如今在他身上 真实的发生了 在间谍学校毕业以后呢 傅索安成为一名 客户国的出色客户 他有时候自己都不敢相信 从一个高中生 变成了一个女特务 女间谍 1970年 傅索安化名 李丽娜 飞敌北京 开始搜集情报 并参与了一件 著名的刺杀案 他出色的完成了 不少客户任务 但傅索安 身在一国他乡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很孤独 其实他过得不快活 于是呢 就大量的饮酒 酗酒成性 靠酒呢 来麻醉自己 1974年的一天 他在执行任务 返回的途中啊 突然觉得 右侧的腹部剧烈疼痛 就晕倒了 到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 才发现 他得了肝癌 但呢 他没在乎 这个酒还是照样喝 病情不断的恶化 肝部剧烈的疼痛 疼得他 浑身冒大汗 他的好朋友 经常找他来聊聊天 给他送这本书 看一看 有一天呢 当他的朋友 再次来看他的时候 推开房门 大吃一惊 傅索安 用被单 冲成一根绳子 把自己掉在了窗框上 结束了自己 短暂的生命 在他临终前呢 他用自己的鲜血 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字 火音 一个美丽的花季少女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一年 他25岁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有一定的道理 性格决定了一个人 与外界相处的方式 一些看法 从而呢 去采取相应的行为 进而得出相应的结果 而个性偏激 叛逆强的人 往往呢 他不会妥协 不会婉转 这种性格的人 要么成为英雄 要么被环境 所吞噬 上演一部悲剧 傅索安 本应有个很好的前程 无论他的家庭条件呢 身体自身条件呢 都非常好 但是他性格上的曲线 害了他 从另一方面讲呢 家庭教育 对孩子的成长 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吧 不妨说说你的看法 谢谢收看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亲 兔年的除夕夜晚 人们都在欢欢喜喜过大年 可是有一位83岁的老母亲 却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住进了医院 举着棍子打老人的是谁呢 儿媳妇 旁边那个男人 上去又踹了一脚 这个老爷们又是谁呢 是老太太的儿子 这是怎么了 良心让猫叼走了 还让什么给吃了 老太太都83岁了 说媳妇不是老太太身上掉下来的肉 可你是啊 好歹那是你的亲娘啊 你媳妇举着棍子打你娘 你不拦着 怎么还上去用脚踹呢 这哪是人干的事啊 老娘遭这番毒打 那么两口子究竟跟老娘有啥仇呢 据老太太的孙子说啊 那个举着棍子打他奶奶的女人 是他爸后来找的媳妇 比他爸小十好几岁 平时他们就对老太太不太好 这不过年了 不知道哪股风又没刮队 瞅着老太太不太顺眼 要把老妈赶出去 老太太可能不太愿意 这下可惹怒了儿媳 先是媳妇连吵呆骂 然后拿棍子上去就打 接着儿子上去猛踹一脚 别说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就是体格好的人也扛不住这么打呀 老太太的脸和头都被打伤了 送到医院缝了十多针 你别说老太太的孙子还真不错 看到奶奶被打成这样 要为奶奶讨个公道 声称绝不接受调节 那么他父亲和他的这个 所谓的继母要去付法律责任的 相信有关部门会公正地处理 这个虐待殴打老人的事件 百善孝为先是最起码的道德 但凡有点良心 都做不出这样的瘸子事来 我们承认老年人身上 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谁没毛病 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这样的事不能全怪媳妇要我说 根本原因在儿子 你连老妈都保护不了 啥也不说 别忘了你也有儿子 养儿防老不是吗 快拉倒吧 很多人都这么说 有多少人感叹 这年月养儿子真就不如姑娘 儿子白扯 当然呢不都是这样 不能一概而论 有这样一句话 带爹妈不好的人 你一定不要教他 我们太需要了 呼唤道德良知的回归 为真善美点个赞 谢谢收看 祝你快乐 今天早上起来打开评论区一看 有这样一条留言 我想做一个补充说明 也算是对这位网友的一个回复 前些日子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有一位女主播在直播间的 辱骂东北人这件事 说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的视频观点的很明确 一方面是说 在网络舆论平台 搞地狱黑不是个好现象 大家不管来自哪里 都应该互相尊重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对某些东北主播 也提出了批评 一分为二 不然的话呢 娘家人向着娘家人 户短显得不公平 是吧 今天我就坦诚的来说一回 东北人 我是黑龙江人 要说骂人 你骂不过东北人 东北人老婚科 那叫一个六手 甩你八条街九条巷子 尤其是东北的女人 能骂得你昏天地暗 翻江倒海 风声鹤唳 鸡犬不宁 泼辣 好恨 骂得那个花花爽 咋地吧 是这样吧 南方人说话 发言方法和北方人不太一样 说的不是标准的普通话 而是介乎于方言和普通话之间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 以北京话为标准 另外南北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有很多的差别 所以北方方言在表达方式上没那么多的障碍 通俗易懂 南方人如果对东北地方化的多样性灵活性理解的不多 那你跟不上趟肯定蒙圈 在这些方面你可以理解成东北人粗俗 低俗 但是呢 东北人有很多时候不太在乎 反而觉得很正常 这是一种文化 从古至今传承过来的 也就成为日常交流中很随意的那么一种方式 但就这方面来讲 评判说 东北人是狗屎是垃圾是黑人 比锅底灰还黑啊 东北人夸就不太好接受了 觉得比豆娥还圆 毛病谁都有 东北人实在豪爽热情能干 东北女人都挺能吃苦的 归锅日子还挺能抓钱的 东北天寒地冻有半年时间 照样什么活也没耽误 不服气你来试试 所以不同的环境培养出了 不同的特点和品行 所以公平的讲 无论南北 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缺点和不足 金无足斥 不要全盘蒙黑 我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再说呢 网络管理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很多缺陷 各平台都是电脑数据监控统计 电脑就是个大傻子 他对汉字啊 电脑只能识别什么的 音和形 但是来讲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只能靠人工设计规定 自此的范围给出违规的提示信息 汉字本质不脏 看你用在哪里表达什么意思 这就提供了避开雷曲的机会 比如说 翘里娃 你奶奶个孙子的 这话有毛病吗 没有 你能听明白是骂你了 但是电脑不反对 他不懂 不违规 所以一些主播为了避免踩雷封号 玩这些文字游戏 标新利益 的确有一套 很多人说对那些低俗污秽 使用恶毒语言的应该封号 的确应该封号 但跟你讲没有用 电脑有很多缺陷 自身的缺陷 它漏洞百出 你蒙它挺好玩的 只能靠人们自觉来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 东西南北中对自己对他人还有未成年的这一代 谁家没孩子啊 对吧 玩网络 别那么太埋态了 为了赚钱 没底线 没人格 不管在哪里 不管发视频 还是开支部间 大家都讲点形象 讲点道德 讲点责任和爱心 别太难啥了 互联网 是你家开的吗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今天早上起来打开评论区一看 有这样一条留言 我想做一个补充说明 也算是对这位网友的一个回复 前些日子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有一位女主播在直播间的辱骂东北人这件事 说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的视频观点的很明确 一方面是说 在网络舆论平台搞地狱黑不是个好现象 大家不管来自哪里都应该互相尊重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对某些东北主播也提出了批评 一分为二 不然的话呢 娘家人向着娘家人互短显得不公平 是吧 今天我就坦诚的来说一回东北人 我是黑龙江人 要说骂人 你骂不过东北人 东北人落昏壳 那叫一个六手 甩你八条街九条巷子 尤其是东北的女人 能骂得你昏天地暗 翻江倒海 风声鹤唳 鸡犬不宁 泼辣 豪横 骂得那个花卦 爽 咋的吧 是这样吧 南方人说话 方言方法和北方人不太一样 说的不是标准的普通话 而是介乎于方言和普通话之间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 以北京话为标准 另外南北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有很多的差别 所以北方方言在表达方式上没那么多的障碍 通俗地懂 南方人如果对东北地方话的多样性灵活性理解的不多 那你跟不上趟肯定蒙圈 在这些方面你可以理解成东北人粗俗 低俗 但是呢 东北人有很多时候不太在乎 反而觉得很正常 这是一种文化 从古至今传承过来的 也就成为日常交流中很随意的那么一种方式 但就这方面来讲 评判说 东北人是狗屎是垃圾是黑人 比锅底灰还黑啊 东北人夸就不太好接受了 觉得比豆娥还圆 毛病谁都有 东北人实在豪爽热情能干 东北女人都挺能吃苦的 归锅日子还挺能抓钱的 东北天寒地冻有半年时间 照样什么活也没耽误 不服气你来试试 所以不同的环境培养出了 不同的特点和品情 所以公平的讲 无论南北 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缺点和不足 金无足次 不要全盘抹黑 我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再说呢 网络管理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很多缺陷 各平台都是电脑数据监控统计 电脑就是个大傻子 他对汉字啊 电脑只能识别什么呢 音和形 但是来讲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只能靠人工设计规定 自此的范围给出违规的提示信息 汉字本质不脏 看你用在哪里表达什么意思 这就提供了避开雷区的机会 比如说 翘里娃 你奶奶个孙子的 这话有毛病吗 没有 你能听明白是骂你了 但是电脑不反对 他不懂 不违规 所以一些主播为了避免踩雷封号 玩这些文字游戏 标新利益 的确有一套 很多人说 对那些低俗污秽 使用恶毒语言的应该封号 的确应该封号 但跟你讲 没有用 电脑有很多缺陷 自身的缺陷 它漏洞百出 你蒙它 挺好玩的 只能靠人们自觉来维护良好的 网络生态环境 东西南北中 对自己 对他人 还有未成年的这一代 谁家没孩子啊 对吧 玩网络 别那么太埋态了 为了赚钱 没底线 没人格 不管在哪里 不管发视频 还是开支部间 大家都讲点形象 讲点道德 讲点责任和爱心 别太那傻了 互联网 是你家开的吗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说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说有一个人 只因为戴了一顶豪皮帽子 就被一枪毙命 那总体有点原因吧 还真没什么原因 你说冤不冤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 这件事呢 发生在兵团时期 就在四十四十三团 也就是新凯湖农场 那个时候的动物也比较多 打猎呢 主要是两种工具 一个是呢 是铁夹子 一个是呢 是猎枪 各连队呢都配备武器 主要是步枪和冲锋枪 其实团部有规定 不允许呢 用步枪出去打猎 主要怕出事 结果呢 还真就出事了 说有一个连队 有副连长 他曾经呢当过兵 枪法很准 有一天呢 他就带着一个同事 就是他们生产队的 说一块出去玩一玩 转一转 打猎 然后呢就出去了 出去转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突然间跑回连队 说出事了 跟他一块打猎的 那个人死了 连队一听 大为震惊 这可是大事 出了人命啊 然后赶紧就安排人呢 到野外去呢 把这个人弄回来了 弄回来之后啊 一看这个人已经不行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 也不方便 车呀 什么联系方式都不方便 即便是说 有电话 联系上了 赶到这来 把这个人弄到医院去抢救 恐怕也来不及了 团幕一听 出了这么大的事 保卫股呢 就把这位副连长呢 叫到保卫股去呢 去询问 看是个什么情况 哎 这个案子很简单 没费什么 周折 他呢 就主动的 把这个过程交代了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他们两个人出去打猎 走散了 这么一个 那边一个 在这个大野地里边 又瞎转悠 转悠转悠呢 这个时候啊 他营有潮潮的 突然间发现 那边那个沟边 那个草丛里边 有一只猴子 然后呢 他就举枪瞄准 啪的就这一枪 然后就赶紧跑过去看 到了跟前一看 傻眼了 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人被他一枪 打死了 为什么呢 他说啊 是因为 他看见那个人 戴的那个蚝皮帽子 他以为是只猴子 然后呢 就趴那瞄准 瞄得非常准 他原来当过兵了 枪法不错 就因为这么个原因 就给打死了 你说冤枉不冤枉 他的这个说法呢 有一些人不信 说不太符合逻辑 你远远的看去 说看了那个蚝皮帽子 像是个猴子 说一个人趴在那个地方 就没看出来 就没看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好像不太可能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 说呢 他们俩过去啊 有过节 他呢 是用了这么一个方法 他呢 用了这么一个计划 把那个人呢 给干掉了 但是来讲呢 没有事实证明 这是真的 但是你又没有 确凿的证据 因为外面就他们两个人 旁边又没有证人 他怎么说就怎么试呗 他自己说是误伤 也不好深究 虽然是误伤 但是也要付 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那以后啊 团部队各联队 各单位的这个武器呢 要加强管理 严谨工作人员 各级领导 带枪出去呢 打猎 这是不允许的 这个武器配备呢 是备战备荒的需要 你拿这个出去打猎 出现了危险 发生这样的事情 造成极坏的影响 武器呢 就开始严格的管理起来了 这就是当年兵团时期发生的 打猎出了人命的一件事情 在社会上呢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老农场时期 兵团时期 有不少的稀奇事 有功夫呢 咱们慢慢聊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说民国时期 曾经发生过一件 震惊中外的大案 制造这桩奇案是谁呢 它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 说这个案件太奇了 奇就奇在 主谋是一个土匪 后来毛泽东 李维汉等领导 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说这个案子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本来是抢劫火车 结果就演变成了 打击军阀 和外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事件 所以才被称为 民国第一大案 策划这桩案子的主角 叫孙美瑶 你看那名字挺漂亮啊 可他身上带着一股匪气 长得长毛脸 大鼻子头 嘴唇挺厚的 说话浓浓浓浓 像钟一样 他也算是一个富二代 孙家祖上就是望门大富 他有个大哥 叫孙美珠 还挺有才的 还是秀才 孙美瑶 没什么正事 过着吃喝嫖赌的少爷生活 那个年月山东有两多 一是土匪多 二是军阀多 所以你看 桃荒闯关东的人群当中的 山东人那个火呀 孙家是大户有钱 那当然被土匪和军阀惦记着了 小来小去还可以 老这么搜刮 谁搜得了啊 时间长了 孙美辰一看干脆反了吧 于是就扯其造反 拉起了很多人头 上山当土匪 没想到还真成了大气候 他还把好几股土匪合并起来 队伍一下子发展到了多少呢 三千多人 人手不够 孙美瑶就把他大哥和他的叔叔 也请到山寨上来一块干 很快 孙家的名号和气势远近闻名 称霸一方 他们还给队伍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 山东建国自治军 孙美瑶自然就是总司令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 孙美瑶的队伍盛行一时 威震一方 北沿军阀这一看 那还了得收拾 灭掉这帮人 他们就派山东都军田忠裕为司令 统帅山东第五第六混合旅和二十旅等部队进行围剿 可北洋政府呢 这个剿匪行动却带来了一桩大麻烦 这么大规模的剿匪 让孙美瑶觉得脑袋像个大木盘 不由的感叹道 这个霍尔特尼亚的太大了 安怕是吃不住啊 他苦苦的撑到了1923年4月 到了山清水尽的地步 随时都有可能被包了饺子 上帝关上一道门 可能又给你打开一扇窗 孙美瑶转来转脑子灵机一动 有了 俺老孙就这么着等死 还不如干他娘的一票大的 走 吵家伙 他就组织了一帮人马呀 突围出去 在京府铁路拦截火车 绑架洋人 道理很简单 洋人身份特殊 北洋政府重洋没外怕洋人 拿捏住洋人不就等于拿住了北洋政府吗 解除对山寨对他们的围困 你别说 这一招还真厉害 还挺好使 这天凌晨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出发了 孙美瑶带领兄弟们选了一个地段 把铁轨给拆了 凌晨两点半 列车行驶到沙沟山时 司机发现前面有些黑人影 就鸣笛驱赶 但是那些人好像根本就没听到 司机不得不紧急踩了刹车 强大的惯性火车是不可能立即停下来的 出轨了 在所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 伴随着一声枪响 惊慌中 一千多号土匪疯狂的扑了上来 震惊中外的绑架案 顺利成功了 其中有不少的洋人 还有中外记者 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各界的政要 这些人都被带到了山里 北洋政府闻讯后下了个半死 三天之内 他们就收到了美英等五国公使最严厉的抗议 并声称北洋政府必须在三日内 把全部华侨救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影响极大的国际事件 北洋政府停下了一切政务 开始计划全力营救华侨和洋人 孙美瑶和叔父孙贵之盘算了一番 先把四个外国的女客放了 其目的是教他们向官方传达了三个释放洋人的条件 这三个条件分别是 第一迅速将围剿的官兵撤出实力之外 第二收编匪局为一旅孙美瑶委旅长 第三补充一些军火 被孙美瑶开出的条件 北洋政府的根本就做不到 但要是不接受又怎么跟各国去交代呢 一旦孙美瑶发了狠撕了票呢 可就捅了大篓子了 无奈之下 北洋政府派出谈判员和孙美瑶谈判 最后北洋政府选择了妥协 6月12号 最后一批俘虏被释放了 这场震惊中外的列车绑架案 以孙美瑶的胜利宣告结束 孙美瑶的目的达到了 他的土匪军正式被收编了 变成山东新编第十一旅 孙美瑶旅长 自古以来 凡是被招安的 有几个得好下场的呢 孙美瑶也不例外 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 曹坤就给孙美瑶设下了鸿门宴 孙美瑶哪里知道 他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 他去赴宴以后 就被以护恶不圈 野性难逊 抗命不尊等罪名 被处死了 孙美瑶的农民军 之所以为定位革命团体 是因为他们的行动 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 是对崇洋没外行为的沉重打击 震撼了帝国主义 国不可辱 民不可欺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说有一个小伙在ATM机前取款 发现这机器一个劲的土钱 还有这好事那还不顺点 顺了多少啊 17万 结果会怎样呢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 这个小伙23岁 姓许 是山西人 后来的投奔女朋友就来到了广州打工 在广州混了一年多 也没有找到这样的工作 混了几个单位也没混明白 有一天晚上10点来钟 他跟一个朋友们一块 他到商业银行去取款 想叫着房租 当时他的卡里有多少钱呢 他170多块钱 可当他输了100元之后呢 这个机器没动静 完了之后 他等半天没动静 这怎么回事 然后他又输了一遍 不小心出错了 都输了一个零 这会儿小伙傻眼了 这个机器一个劲的往外吐钱 很痛快的就取了1000块钱 一看账户余额 这卡里是175块钱 这个余额当中呢 扣除了1块钱 还有这好事 他又试了一回 结果这是天助国也 这穷成啥样的都 我正取钱呢 今儿是啥一日子呀 八成踩口水运了 这一高兴啊 他就接着干 于是呢 他就忙活 一遍又一遍的输啊 取了一大堆 衣服口袋都塞得满满的 这时候他站在外边 等他那个朋友的感觉 点不对劲 这取点钱 咋还这么费劲呢 这个朋友走进来 一看 他这哥们在取钱 就说你卡里有这么多钱嘛 小伙子才有点醒 就停下来说 那这钱是不是 得退回去啊 不用退 这么点好的事 不拿 我白不拿 我也来点 他这个朋友 也取了一万八千块钱 不要白不要 有福同享嘛 那一大堆钱 这激动的心呢 都没法形容 可当他回到出租屋以后啊 仔细琢磨 有点害怕了 那警方找来怎么办呢 此地不亦久留 撩竿子吧 他就带着钱呢 回老家 在火车上 他接到原来单位的一个电话 领导说呢 你还有点工资啊 还没接清 你带着回了一趟 但小许呢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就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就在这当口上 他的钱呢 被人家顺走了 顺了多少呢 那小徒顺走了五万多块钱 但他不敢自身 怕惹来麻烦被抓 在中途啊 他下车了 隐姓埋名 过了一年多 连家都不敢联系 其实呢 他不知道 跟他一块作案的那个朋友呢 早已经被警方找到了 并且自首了 也退还了 一万八千块钱 但小许 在大手大脚 这一顿挥霍 他买了八千多块钱的彩票 都没中奖 后来又开了个网吧 经营的也不好 干了没段时间 黄了 后来呢 他在保机火车站 被抓获了 在一审的时候呢 因为他这个朋友情节比较轻 而且自少 这个钱呢 没花都还了 情节比较轻 就判了一年 而小许却以盗窃罪 情节恶劣 被判了 无期 这个案子呢 很快就被各大媒体报道了 很多人又觉得 判了有点重了 首先是银行的这个取款机出了故障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取这么多钱 当时小许只是想取点钱 主观上 他并没有 想犯罪的这个 主观意识 才使得这个小许呢 得逞了 给个悔改的机会 不行吗 可是法院也有法可疑啊 盗窃金额十万以上的 属于特别巨大档次了 情节严重者 可以判死刑 当时小许拿走银行的钱 还逃跑了一年 这情况构成了盗窃金融机构的 这么一个罪名 因此法院做出这样判决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呢 对这个事呢 反应的挺大 舆论挺多 法院也再三考虑 觉得呢 把这个 觉得呢 这个案子稍是有点不妥 于是就把无期改判了五年 让小许把十七万五千块钱呢 还了 经过这个案子以后呢 司法机关也认识到 我们法律当中呢 确实也存在了许多的漏洞 应当呢 逐步的去完善 有道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易之财 不能取 面对诱惑 一定要守住底线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说有一个小偷 喝完了酒之后 爬进人家的果园子里去偷果子 意外滴进了下水道淹死了 果园主人被索赔八十五万元 这事要落你身上 你能接受吗 今天咱就来聊聊这个事 说呀 有一个姓鱼的小伙 参加了朋友的婚宴 喝了点酒 然后呢 他就来到了一个果园子 爬进去呢 想偷果子 果园的主人 钟大爷躺在窗上休息 听到狗叫就知道可能有人到果园子来了 就出去看看 果然 果园子里有人 黑龙吓火的钟大爷也没开心是谁 于是呢 就把两条狗放出去了 小偷一看狗追上来了 吓得慌忙就跑 最后呢 被狗呢 逼到了一个墙角上 他一边吓唬狗啊 一边就躲闪 突然间脚下踩空了 一下子就掉进了下水道里 那里边水还挺深 钟大爷一看就慌了事 急忙去找人 当大家赶来把人捞上了一看 于某呢 已经断气了 钟大爷这把年纪了 胎上这样的官司 你说那有多道心呢 哎 大家其实都很同情 都知道他特别不容易 家里很困难 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包了一个不太大的果园子 好不容易啊 熬到了儿女都成了家 他就靠这个果园子呢 种点水果过日子 死者家属说 那于某是因为口渴 才想进去摘个苹果 那不属于道歉 两家打起了官司 偷果子是不对 但钟大爷放狗追咬 小偷也算是过错 死者家属不依不饶 要钟大爷赔钱 闹到了法庭 法院调查其中认为呢 于某酒后盗窃的行为的确存在 他的过失严重 应当负主要责任 作为成年人 他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呢 去负法律责任 而钟大爷放狗抓小偷 的确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也间接导致了小偷 于某呢 他的死亡 死者呢 负80%的责任 钟大爷呢 负20%的责任 在法庭上 钟大爷不服气 大人说 他来我家国员偷东西 不小心掉下下水道淹死了 你凭什么让我赔钱呢 面对这样的判决 钟大爷真是欲哭无泪 他哪里有这么多钱呢 顿时觉得跌入了谷底 法理与情理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是很难平衡的 假如不去偷果子 假如不放狗去追赶 假如院里没那个下水道 假如毕竟是假如 人要走背色啊 有的时候那你没辙 火烧病叫 该着 对这样的判决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下期再见 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 一件事就是赚钱 赚钱可没那么容易 能赚着咱们都成富人了 对吧 第二件事就是陪伴二十多年 能教育一个好孩 这两件事是最难的 就是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要注意个什么问题呢 你所给的 是不是我想要的 而我想要的 却得不到你所给 现今这个社会 乃至于将来这个社会 有这么几种类型的孩子 将来可能会被社会淘汰 属于被淘汰类型的 第一自控能力差 第二自治能力差 第三做事不认真 马马虎虎 第四个性极强 不服从管理 这几类孩子 将来走上社会以后 可能就属于被社会淘汰了 阎山县相关部门 搞的发布会 这个内容大家都看了吧 我不想说这个事了 我想说一下呢 就是我们家长 在教育管理孩子这方面呢 有一种类型的孩子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在教育口干了12年 如果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我想整拿一个类型的孩子们 来说这个事情 你看 胡新宇性格内向 平时少言寡语 他已经很早就表示出了 对学校的环境不适应 厌食厌学 并且写下了很多相关的话 他到这个学校学习呢 一共才47天 便走向了中间 那么他的家长 在这些方面呢 是有责任的 因为他已经跟家里边 进行了沟通 在他出生之前呢 跟他母亲呢 沟通过两次通话的事件呢 都很长 他已经表示 很明确的表达了 对自己厌学 不厌学习 学习上不来 而且在课堂上 他有一种表现 他不敢看老师 就是低着头 看课桌 看课本 这一接课 几乎没怎么抬头 后来导致眼睛的越来越近 是越来越厉害了 他呢 也表示出来了 为什么不敢看老师 就怕老师发现他 厌学啊 情绪啊 怕老师批评 于是呢 他就很自卑 他就盯着课桌 不敢看老师 四十多天的时间 各种压力 就是这孩子崩溃了 这类性格的孩子 我是见过不少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什么呢 比较封闭 比较孤独 比较闷 他是这样一种性格 不善交流 有点不是那么太合群 他有这个特点 因此说 他致命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内心的承受能力 是十分有限的 经常会产生一种自卑 是这样一种状态 而且呢 特别在意环境啊 别人说话的眼神啊 表情啊 甚至有时候开玩笑啊 一些东西啊 王会给他带来一些情绪 他会觉得说呢 自己在内心上呢 承受不了这些东西 他害怕这些东西 所以他内心呢 就很脆弱 他怕触碰 他内心的这些东西 他很封闭 很自卑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学生 那不太合群 你看那人 别人都在玩啊 他在那地方待着 没动静 本身他就话少 不善于交流 不善于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呢 不像那些开朗 性格开朗的孩子 拿出来啊 去说 去哭 去闹 去吵 不怕你说 不怕你闹 不怕你吵 怕则怕 你闷在心里 不自身 你不知道 他是怎么回事 我见过这样的学生 说有一个女孩子 他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啊 少言寡语的啊 你看着挺老实的 往那一待啊 说他母亲 白天上班 他父母白天上班 有时中午呢 给他实现做好了饭 放在那了 中午回来说 你热一热 那都是铁锅啊 都住平房 有几次呢 他母亲跟我说 怎么中午回来看 没吃饭呢 这饭都没吃 还版本正正摆在那呢 是怎么回事 是吧 他说了这么一个情况 完了 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 听你妈说 你没吃饭 中午你干嘛去了 他不自声 后来呢 我说 你跑哪去了 是跟同学玩去了 什么时候 你别当时跟同学 出去游泳什么什么 很危险啊 我就这么一说 完了他就掉眼泪了 他就哭了 哎 我说你怎么掉眼泪呢 什么事啊 能不能跟我说说 完了他说了 他们欺负我 干啥 都不带我 就特伪欺的那个样子 哎呦 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完了我就安慰他一番 后来我就找到 班级的这个 班干部 几个女同学 我就跟他们说啊 你看他挺身的 是挺老实的 挺好的孩子 是吧 我说你们 带他 带带他 他性格内向 当然是 那挺好的 其实他挺老实的 啊 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 我说你们带带他 主动的接触接触他 我说我把这个 做一个任务交给你们 做的这工作好不好 那行啊 老师 你放心吧 哎 后来呢 也活跃起来了 处的挺好 对这类性格的孩子 一定平时要多观察 他有了什么心理情绪 有的时候不愿意说的时候 会一个人闷在屋里面啊 一个人找个技巧干啥 这种情况 他会有表现的 就是说心理的活动 支配着他的行为 他一定会有表露 在这之前啊 像胡心与这孩子 表示了很多 这方面的情绪的 他写了很多文字 在书的空白处啊 在纸上啊 等等的 是有迹象 他的父亲母亲 他哥哥都知道 但是就是 没往这方面想 有这样性格特点的家里边啊 对这个孩子 在这个管理这些方面 要特别注意观察 他的心理反应 他的状态 以及他跟平常 不太一样的地方 现在事情出来了之后呢 啊 经过神来了 哎呀 那天还跟我说什么什么来的 对 那天打电话 还跟我聊什么什么什么来的 一些细节全都想起来了 但是完了 所以教育孩子是很老神的一件事情 谁家都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龙成凤 啊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那么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工程师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 所以特别是有性格上的这些缺欠的孩子 家长呢 要格外的去劳很多的神 教育嘛 教书 育人 两个方面 所以不要光盯着学习 学习 还要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培养 只有身心健康的孩子 将来才能够有出息 今天就说到这儿 感谢收看 咱们岁说大的人对小说学的课本呢 肯定对我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英雄人物影响了我们一代人 我说一个人物你肯定还记得 是谁呢 刘雪宝 事迹是舍身保护打桥被炸伤 失去一只手轰遍全国 但是我们都被骗了 这是一个冒牌货杀人犯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事 刘雪宝是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的人 他从小就喜欢听英雄故事 特别崇拜英雄 而且非常渴望自己呢 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 可以说这个理想 一直是他人生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于是他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 非常专注 仔细 不想放过每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 慢慢的呢 他的心里边就开始拧曲 甚至不择手段 制造机会 成为英雄 当地有一个临场 看守临场的员工当中呢 有一名叫李世白的人 这个人来历不一般 他曾经是国民党先兵队的一名副连长 属于劳动改造那伙的 被人看不起 另眼看待 刘雪宝呢 慢慢的就描上了这个人 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好机会 于是刘雪宝精心策划了一个 自认为天衣无缝的阴谋 1967年12月17日的叶岭树生 永登县 池穆哈村边的一座大桥突然传来爆炸声 把很多人惊醒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桥留守处呢 当时有管理人员 听到爆炸声急忙赶赴现场 借着手电光 他们看到地上有两个人 一个是刘雪宝 另一个是李世白 刘雪宝的左手被炸伤 心血淋漓 他用右手捂住受伤的左手 大声喊道 不要管我 快去抓反动命分子 检查桥上看看 还有没有炸药 这几个管理人员来到桥东公路上 看了一下李世白 他的头部已经是血肉模糊 人已经没了动静 工作人员呢 就赶紧把这两个人送到了医院 医生急忙检查救治 刘雪宝没什么太大的事 切断了一个手 做了切碗手术 而李世白则因为伤势过重 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现场就他们两个人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监控摄像头 当事人李世白已经去世 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死无对证 也只能根据刘雪宝说的来定论 虽然永登县公安局经过调查 并没有发现李世白要炸桥的 任何线索 但由于李世白的身份是国民党宪兵队的副连长 大家自然呢就比较相信 说李世白就是一个大坏蛋 搞破坏 想炸桥 刘雪宝保护大桥的英雄之举有功啊 并且因此身负重伤 自然也就成了人民英雄 各报纸呢也纷纷的把这个诗迹呢都报道出来 刘雪宝很快在全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后来刘雪宝的诗迹呢还被编入了小学课本 1968年的1月 兰州军区授予刘雪宝英雄称号 并提拔为副教导员 更让刘雪宝感到无上光荣的是呢 他参加了九大 受到了毛主席的亲戚接见 而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李世白 可就遭殃了 他的家人呢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妻子被送到农村 长子也进了监狱 长女受到了种种的迫害 但谁也没想到18年之后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时间人们难以相信 已经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 竟然是个恶魔 是个杀人凶手 这个反差太大了 原来这完全是刘雪宝设计的一个大骗局 其实呢 当年事发后就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劲 因为平时看李世白这个人的表现呢 挺好的 挺老实 挺能干 挺本分 不像是能做这种爆炸这样的坏事 站一个桥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也提出了质疑反应 公安局又重新调查了这个案子 结果发现 刘雪宝当年为了个人能改变命运 有个好前程 骗取荣誉 精心策划了李世白爆炸案 那么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李世白当时呢 是被刘雪宝骗到了桥上的 突然遭到刘雪宝的袭击 用铁器猛击头部 李世白呢 含冤死去 而刘雪宝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炸药 当然这个炸药量没那么大 要不然呢 他早就被炸上天了 冒充英雄18年 他不仅残忍地杀害了李世白 而且还连累了其家人 弄得人家家破人亡 1985年7月 永登县召开了平反招雪大会 李世白终于被恢复名誉 而冒充英雄的刘雪宝 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雪宝被捕的时候 冷静地说了一句 该来的终归会来 说的一点不错 圣经上说 人有七大原罪 列在原罪之首的就是私欲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把私欲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可耻 必遭报应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被诬陷 被怀疑的老师 你会向家长索赔吗 这个问题摆在这 大家的焦点也肯定会转向这个方面 学校承担多大责任 赔多少钱 这个好像不难解决 法律有尺度 该承担百分之多少的责任 对吧 但涉及到某老师的名誉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有点复杂 两个层面 一个是情感方面 二是法律方面 从情感方面来说 学校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令人心痛 无论是亲属 有哪些不当的言行 都可以理解或者包容 但是从法律层面上讲 如果名誉受到伤害 精神受到伤害 其性质构成什么诬陷 这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了 实事求是的说 家长在对待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某些言论起到了一定的什么误导作用 很多媒体人利用这些言论 夸大事实 甚至捕风捉影 制造虚假信息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无疑对学校和领导老师 都带来了很大负面的影响 实事求是的讲 致远是私立学校 有的学生要求退学 这对业主经营来说 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现在有一些学生发生了 说让胡家向学校道歉 这个诉求我觉得对不过分 胡家应当向学校道歉 毕竟这个东西对学校的学习秩序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无端受牵连的老师 还能有表态呢 一百多天以来 他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也在 焦急的等待着真相 还自己一个清白 学校与家长 肯定是要坐下来面对这个问题的 你这是绕不过去的 一是学校怎么赔偿 二是家长呢 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承担具有诬陷特点的法律责任 甚至对造成名誉伤害和精神伤害 要不要赔偿 很麻烦 关键看双方的态度了 看双方的态度 我觉得各让一步 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如果家长要求的 或者说有点苛责的话呢 那么学校和当事人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会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矛盾激化了 有可能 这样的话就只能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了 你我的看法好像不会太顺利 我们大家一块来看结果吧 另外我还想说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这个事情已经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可笑的是呢 还有人不甘心 还有一点 你怎么那么希望看到是那样一个谋害的结果呀 为什么呀 洗脑分两种 一个是被洗 一个是自己洗 前面被人洗了 现在该轮到自己洗了 洗出一个清醒的 理性的自己 今天就说到这儿 国往今来 天下有多少奇闻怪事 无法破解 说湖南少阳县 罗承乡大八孙 有没有念过书 不识字的老太太 每天写天书 无人破解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 2006年10月中旬呢 有一位小学退休的校长 在乡间小路上走 他捡到了一本文字图册 他打开一看 眼花缭乱 顿时有点发懵 难道是什么遗失的古文字 他到村子里边呢 走了走打探一番 还真找到着这个册子的主人 这位校长一看 不由得又打吃一惊 站在他面前呢 竟然是一位70岁的老太太了 一天学都没上过 他怎么可能写出这些东西来呢 再一了解 这老太太不得了 在17年的时间里边 他写了100多万字 就连专家都看不懂的天书 这是哪个哪啊 这位老人叫唐庚秀 都已经七十来岁了 是一个普普通多的农村妇女 穷苦人家出身 身体呢还不错 经常干点农活 51岁那年呢 他突然拿起笔来开始创作了 这个举动令人匪夷死死 是什么让他有了写文字的想法呢 是想写书法 还是想写小说 讲半生的经历 留给别人看 还是什么另有隐情 据这个唐庚秀老人自己说啊 他是在一次下乡卖豆腐的过程当中呢 得到了上天的启示 才让他灵光通透 回来之后便有了写字的爱好 他回忆说 在一次卖豆腐回家的路上 猛一抬头就发现了天边出现了一道光亮 这道光亮显得正 照着他睁不开眼睛 慢慢的白头静着另个圈 里边呢出现了三个人 那三个人告诉他说 在这个三天里边呢 你不要说话 他觉得这是得到了上天的指引 回到家之后呢便照做了 三天的时间里呢 他没有开口说话呢 甚至也没有吃一点东西 经过了三天的洗礼和修行之后 唐庚秀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旅程 灵感呢 慢慢的就从他的脑子里边啊 迸发出来了 刚开始啊 他写的那个东西 只是一些几何图形类的符号 歪七扭八的不像个样子 后来越写越丰富越有样 当然这只是唐庚秀老人自己的说法 一说到自己写天书 唐庚秀呢就表现出特别的兴奋 虽然他的说法带点迷信色彩 但呢还是有些人呢 相信了这可能是神的授意 天光的通灵 有关部门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就组织专家进行看法 看了这些文字符号啊 有的觉得一头雾水 完全是一些变形的古怪的符号 后来经过诊断分析 这个天书之谜解开了 原来呢唐庚秀老人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实行人民公社唐庚秀加入了党组织 担任过大队复联支保主任 还当选过现任大代表到城里参加大会 这些荣誉渐渐的 是他养成了自尊心特别强的 这样的一种要强的性格 唐庚秀的女婿回忆 有一次唐庚秀到省里开会 由于没读过书不认识字 上厕所的时候就走错了 随便就进了一个 出来之后呢才知道是男厕所 这件事在唐庚秀系里头 一直有点过不去 唐庚秀想 毕竟自己是有身份的人啊 连上厕所都找不着门 不认识字 这传出去太丢人了 一切还是要规于自己没文化 吃了不认字的亏 回来之后唐庚秀就打不起精神来了 闷闷不乐的 而且还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啊 这一位门文化 不顺着工作呢 他就下岗了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呢 也挺大 自卑压抑 导致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但身体上还算健康 他丈夫和女婿呀 就把他送到了相关的 这个医院呢去检查 经过治疗呢 有所好转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写 一天要写七八个小时 晚上经常呢 还要写到半夜 没有纸啊 他就用树枝子 在地上墙上就写 他丈夫一开始反对 两个人就经常吵架 你给他烧了 他再写 一本一本的 挪起来那有一米多高 在医学上讲呢 这是一种疫症 写字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寄托 写的符号 表达他什么意思啊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东森老太太 先添书的秘密 终于解开了 原来呢是精神障碍所导致的 出现了这种怪异的行为 对于老太太来说呢 是心灵上的一种安慰 一种寄托 后来他的家人 有特别真实的写吧 写了天书之后 你别说 他这个习惯 一直坚持了二十来年 反倒有惊人头了 好像药道病厨一样 感谢收看 各位大家早餐都是什么呀 米粥大茶啦 小米粥小茶的 咸菜茶蛋饼 差不多很多人的习惯 吃这个是吧 我答应一看你就穷人 这辈子可能你吃不上四个菜 我要这么说 我能不找骂呢吗 说有一位减肥的营养师 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发在媒体上 顿时引来大家的口诛比方 如果你是建议大家 怎么吃健康是好意 那没得说 但是呢 那话说的就不中听 他说 那些恶劣的早餐 大多数都让穷人消费了 比如说 小米粥 油条 茶叶蛋 豆腐脑 油煎饼 小咸菜 长期吃这类早餐 不但容易长胖 还容易生病 然后他比风一转 开始讽刺 爱吃这些早餐的人就是懒 身体上懒 思维上都懒 你就不能早起十分钟做点好吃的 就只能去街上买那些垃圾食品吃 你没脑子 你不知道花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钱 可以吃到更健康 更营养的早餐吗 比如说 燕麦片三十五克 或者奶粉三勺 加黑咖啡两克 加水淡 水煮淡一个 加坚果十克 这早餐多带劲啊 营养师给穷人好一顿批判 然后自己立了一个牌坊 说身为一名营养师 我也是一名穷人 但我不允许自己如此堕落 你听听这个词堕落 这个大帽子挺有分量的 吃高档早餐就那么高大上是吗 这不是拉仇恨吗 分明就是瞧不上穷人 装什么装 你就直说 习惯吃这些普通早餐的人 那都懒 都笨 都穷 低档 他不敢这说 故意装腔做事 在那绕 农民天刚方亮 就下地干活去了 一天得出多少利益 流多少汗 还有还位工人 还有那些朝五晚酒上班族 那些辛苦奔波在城乡路上的生意人 随便在街上吃点什么 还有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 比如冬天 在室外作业 工地上搬砖扛水泥的 你提供的餐食热量能行吗 够用吗 扛得住吗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心腰疼 那些整天待在舒适环境里的 当然从来不需要卖打力气 也不用着急上班 也不怕吃到备口钱 甚至还有人伺候着享受高级美食 普通老百姓为了生活吃苦受累 有很多人拼的是体力 哪还有闲工或闲心 那去学点什么营养知识 怎么料理一顿早餐 不颓废不堕落 说到底就是那些不富裕的人 看起来不顺眼 瞅不上 拐而抹角的讽刺贬低 别忘了吃粗茶淡饭的 也有活到百岁的 你吃的高档也不一定就健康 古代皇帝吃的好吧 没有几个很长寿的 物质的消费水平 是衡量贫富的一个标准 没错 还用你说吗 穷人当然买不起 那么多高档的食品来享受 但这不是罪啊 怎么就堕落了 这不代表穷人就低贱 拿饮食分类有损同胞的尊严 少来这一套 对手大家关注的 一包改革开始全面启动实施了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 很多人都强烈反对抵制 尤其是退休的老年人反响更大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 各位 我不想做更深层的解读 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来说 就是我们原来医保丈夫当中的 个人的那一部分减少了多少呢 百分之五十 尤其是对老年人 还有灵活就业的这些人 影响是最大的 大家想不通 按照惯性思维改革应该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才对啊 怎么还扣钱呢 那是我们缴费应该得的钱呢 为什么要扣掉一半啊 你这是哪个哪啊 想不通 很多人都搞不懂 这样的改革目的是什么呢 有关部门是这样解释的 主要是为了激活个人账户的资金利用率 所以从资金使用的效率上来看呢 这种改革是必须的 能够保证全国医保病人的正常费用支出 其次账户可以一个家庭成员共同使用 共享账户资金 从近期来看 大部分参保职工的个人账户 化入会减少 但从长期来看 所有参保职工都增加了 以前没有的什么呢 门诊待遇 特别是老年人受益更多 相当于用个人账户减少化入的钱 参保职工增加什么呢 门诊统筹待遇的提高 这些东西老百姓听起来 还是觉得有点明理无理的是吧 我给大家捋一捋 咱们最直接的感受是这么几点 第一点 你的医保账户减少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就是你以前账户 比如是二百二十元 改革后退休人员 你只能拿到多少呢 八十元 零或就业的大概只能达到六十六元左右 老百姓最关心数据了 一下子减少了这么多 你当然想不通了 你这不吃亏了吗 第二点 官方的解释说不吃亏 减少个人的账户 实际是取之于民 以用之于民 以后到医院看病啊 要统筹报销的比例会提高了 提高多少 不知道 而且呢各地的政策又不一样 第三点 以后买药都得上医院 医院压力更大了 看人的病人更多了 是不是意味着医院看病更难了 这次的很多人都体会到了 在医院附近有定点的什么 药店 就是在附近 告诉你们去买这个药 这个药 那个药 你去买吧 价格怎么样呢 我在这不细说 大家都知道啊 你像这样的高价格的药 你拿去报销 能报销吗 第五点 这场改革 十二十多年来 最大的一次啊 所以引来了很大的阵痛 可以说最疼的是老年人 为什么 老年人吗 病多吗 经常看病吗 有大常年吃药的 身体不好 对吧 又没有那么多挣钱的机会了 他们很在意的 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 跟年轻人不一样 年轻人都不在意啊 是吧 你有些东西 跟咱们老年人 没什么太大关系 比如说二孩认车 三孩认车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还生多少 怎么生 怎么生 对吧 咱们不太关心的一些 咱们老年人 其实最关心的 就是看病这个事 医保改革 这样一个举措啊 有很多 特别是老年人 不太理解啊 表示不是那么太知识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老年人 在退休之前 在单位上班 有好多代语 没有想得到吧 比如说那个 公积金 你想得到了吗 公积金退休 可以拿出一大笔钱来的 十几万 十几万更高 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体会到 对吧 在我们现在退休了 退休之后呢 其实就享受到两点 一个是养老保险 一个是医疗保险 咱们又不存在着什么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安全保险 等等 咱也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对吧 所以收入的渠道 很少很少 几乎可能是都没有 甚至少 这两钱是有限的 因此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100块钱 给你减少50% 你其实自然会有一个想法 任何一项改革呢 实际都是这样的 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将来来看 医疗统筹 提高整体的医疗水平和医疗保障 应当是国家改革的一个总体的方向 就是说要提高统筹水平 那必须得有钱 这个钱需要从统筹当中 你这个医疗医保账户当中 拿下来一部分 放到这儿来 实现统筹 减少的这1000多块钱也好 2000多块钱也好 这部分 通过医保统筹 在门诊统筹 报销 提高比例 又给你怎么样 找回来了 所以呢 你没亏 就是这个 去之一面 用之一面 这是官方这样解释的 改革嘛 就是这样的 既家欢乐 或者说 既家优 希望每一次改革 都能给我们老百姓呢 带来实惠 那我们为改革 点赞 感谢收看 一把卡扣钱了 门诊估计 其实老年人是最大的受益群体 我这么一说 可能会有人骂我 别着急 你先听我说完 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咱们老年人病多 你得承认吗 经常打个针啊 吃个药啊 有的甚至常年吃药 这一年下来 得花多少钱呢 你算过吗 一包卡里那点钱够用吗 不够 那就得花养老金钱 要不然呢 那孩子给点 对吧 门诊共济嘛 要报销提高比例 多受益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这里有几个问题 大家可能理解错了 错在哪里呢 第一点 我们一包卡里的钱 其实不完全是自己的 医疗保险 个人和国家缴费 统筹分配的方式 住院报销 一包卡里的钱 有一部分是国家的 所以呢 拿出一部分来 提高门诊的报销比例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不属于侵权行为 第二的 说门诊共济 享受不公平 这个现象是有的 有的人身体 好 不经常嘛 要为别人做贡献了 既然是这样 那老年人应该高兴才对啊 老年人经常看病吃药 不都能报销吗 这不占便宜了吗 第三呢 医包卡不是全国通用的 不在本省 你在外地嘛 要不享受报销待遇 这不为别人做贡献了吗 这个是有的 将来一定会有配套措施 逐步的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呢 都涌到门诊看病 对老年人来说 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和困难 的确是这样 但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解决看病难 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一个良好的机会 医院压力一下子加大了 解决这个矛盾 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 分流 一是用互联网 在全国扩大门诊共济 这个覆盖率 二是增加一些定点的 门诊药店 为大家看病呢 特别是一般的病 提供一些方便 完了之后缓解医院的压力 你不用出眼门 就能买药 还能报销 挺好吗 第五点 一包卡里扣掉的钱 比例是不一样的 你扣的越多 报销的比例就应该又高 第六点 关于药品价格 说到药店买药 比医院便宜 其实价格呢 差不多 国家的药品的监管 是很严格的 采购零售 加价 比例 这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只是说 个体药店这个促销活动 比如说积分啊 到时候换个什么礼物啊 有时候说给点优惠价啊 是这样 对吧 医院没有医院不允许 这样来讲呢 给人感觉 个体药店 要比医院要好 个体药店 就没有玩猫腻的吧 你放心 买的永远 你也没有卖的肩 所以呢 总体来看 医保改革 利益大于弊 势在利行 从长远来看 对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 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盘活统筑资金 提高门诊的共济待遇 全民受益 是有好处的 一时不理解 想不通 也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哪一项改革 目的都是利国利民 应该用发展的眼光 去看问题 我觉得 咱们老年朋友呢 是医保改革 最大的受益群体 大家应该支持 你说呢 谢谢收看 校园又出事了 就两名学生 在校园里 比社会人呢 还死 各位家长注意 学生与所谓 社会人交朋友 要坚决反对 啥是社会人啊 没有正事 老在社会上 瞎溜达的 叫社会人 跟这一类人 打交道 没好事 这个问题 绝不能含糊 我当过班主任 我最清楚 凡是愿意到 社会上交朋友的学生 没有一个是学习好的 我们班就有 要么属于正常好斗 要么是扫链 其中有很多人呢 误入了企图 2月15日19点左右 浙江仙军县职业终端 发生一起打架事件 有四名受伤的学生 被送到医院 其中有两名学生 抢救无效 死亡 这个事不小了 太可怕了 骇人听闻啊 这些暴徒如此猖狂 令人发指 我们来看看 警方的通报 这个恶性事件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是这样的 学校有一个规定 严谨学生携带 和违规使用手机 平板电脑 游戏机 电子手环等 学生的手机呢 实行每周 统一管理这样一个制度 学生会呢 发现有的学生呢 用这个就给没收了 有的学生呢 反对 与学生会的同学呢 发生了矛盾 于是呢 有人就叫来了 校外社会闲散的那些人员 他们从大门和围墙 来到了学校 对这个学生会的成员呢 进行呢 勾打 结果造成了 令人震惊的悲剧 你看 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内外勾结 吃亏了 找社会大哥报仇 玩江湖疫情的一套 害人害己 你不给人家长命行吗 先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呢 是国家重点级学校 校园占地的六百六十余亩 进入面积呢 有二百多万平方米 学校现有呢 在边三百六十名 在校的学生呢 不少了 是八千零一十六名 这样的重点学校呢 管理应该是一流的 但却偏偏出现了 不该发生的事情 外联社会人员 怎么就那么容易的 进到了学校 而且呢 有的还是从大门进去的 还有的呢 翻墙而入 两个无辜的学生被害 学生的安全没有保障 这怎么能不令家长们担忧呢 中专的学生 为什么在这个学校 平时不可以带电脑啊 手机啊 什么这些游戏机啊 这些东西呢 实行统一管理 我想学校自有道理 无可后悔 无外不执着 不要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但引来社会闲散人员 发生的惨案 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 这个学的教训 给我们再一次 敲向了警钟 对扰乱社会治安 特别是破坏学校秩序 伤害学生的不法分子 必须严厉打击 从重处罚 以保障学生们的安全 学校加强管理宣传教育 帮助学生提高安全意识 减少管理漏洞和失误 这方面的工作有没有加强 家长们更是自乎旁贷 不要觉得孩子在学校 就万物一失了 操心的地方多了 青少年孩子 哪一个环节 你都不能忽视 一想不到 可能就会发生大问题 可能悔恨终生 感谢支持 谢谢收看 火动他人 抢劫加油站 只抢了156块钱 两部手机和一个矿灯 为逃避抓捕 在山里面找了个山洞 过去了隐居生活 这一待可就是14年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故事 那还是2009年10月11日 刘某正在朋友家喝酒 突然接到姐夫刘某的电话 通知他说 你哥哥找你有急事赶紧呢 他们就接完电话之后呢 来到了加油站附近 这时呢 刘某的哥哥 才说出了抢劫加油站的档子 原来刘某的哥哥呢 早就踩好了点 准备了一辆车 还有匕首 钢签 白色手套 头套等 交代了一番行动的计划 等到天黑下来啊 四个人就来到了加油站门口 刘某呢 在外面放风 刘某朝着里面大喊一声说 我要加油 里面有两名员工 女员工刚一开门 他们迅速冲进去 把两名员工控制住了 并拿出了保险柜的钥匙 多次尝试没打开 就把保险柜撬下来呢 抬走了 加油站的女子呢 趁机打声呼救 刘某与廖某 顿时慌了神 冲进去 用刀刺上了二人 然后呢 逃窜 这番抢劫 只得了156块钱现金 两部手机和一部矿灯 保险柜 他们用匕首 钢签等工具 要插了半天 也没有打开 最后呢 值得丢在野外 三人逃窜途中 吃饭买烟花了60多元 每人分的30元钱后 便各自回家了 案发当晚 派出所呢 接到了报警 立即赶到现场 将受伤的二人 送到医院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 警方走访调查 最终锁定了嫌疑人冯某 将其抓获 冯某如实交代了 作案经过 民警随时呢 对廖某 刘某副 及刘某云进行抓捕 廖某得知事情败露后 主动到派出所团自首 刘某副刘某云 赴案请逃 民警随意将案人上网追逃 在2012年的11月 刘某云被抓捕归案 四人中只剩刘某副 仍旧在逃 刘某副到底逃哪去了呢 刘某家对面的大山中呢 有一处悬崖峭壁 半山腰呢 有一个山洞 案发后呢 刘某副便潜入了 悬崖峭壁的山洞中 在他住的这个山洞里啊 有被子 锅耳瓢盆 等日常用品 他的野外生存能力极强 洞里有天然水 他经常呢 在天黑以后呢 下山 到人家的地里边啊 去偷点玉米啊 土豆啊 还有打白菜什么的 有时候呢 还到山上 打点野味 采取野果 为了躲避野兽 他还在洞内呢 喂养了多条狗 平日呢 只要听到附近有响动 他便迅速转移到山里 躲避起来 每逢过节 他就趁着黑夜呢 潜回家中 从家里边取些粮食和腊肉 什么的 他家住的这个地方 视野开阔 屋后呢 有一片密林 一旦有人靠近 他便迅速逃到林子里边 待风平浪静后 再回到悬崖峭壁的 山洞里面去 14年来 民警从来没有放弃 对刘某副的抓捕 走访得知 刘某副曾几次潜回家中 被村民看见了 警方多次到村子里呢 进行蹲守 但都没有见到踪影 同时呢 民警每年呢 都会到刘家做工作 讲政策 家属呢 也多次呢 尝试着去劝说 刘某投案自首 但都被拒绝了 潜逃十几年 他错过了 为父亲送中 错过了儿子的婚礼 也错过了孙子的出生 2023年春节期间 办案民警多次到 刘某副家中 为其家人解说 继续潜逃的危害 并多次重申 公安机关的政策 在家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刘某副终于想同了 于2月12月上午 到迅南县公安局 投案自首 我已经50多岁了 老伴的身体又不好 还有个可爱的孙子 我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刘某这个时候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后悔药没地买去 过了14年野人般的生活 每天都提心吊胆 早一点醒悟 不就早点回家了吗 感谢收看 长年后浪推前浪 前浪拍在沙台上 后浪拍在哪了 请看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股浪潮来了 是什么 退休潮 这股浪潮有多大呢 退休老人平均每年2000万 这样的规模将会持续15年左右 背后映射出两大问题 关后到你我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说的养老问题的 有的人呢就更多的关注的是城市 什么社老服务 还有什么不健全的福利设施 养老资源不足等 好像就城市养老男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其实农村养老问题呢 更为突出 不是吗 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呢 有多少呢 2.6个亿 农村老人就超过了1.2个亿 占46% 首先我们来看看生活来源 城市退休老人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退休金和家庭成员的补贴供养 而农村老人靠什么 一是家庭成员供养 占比呢大概是42% 二是劳动收入占33.6% 不难看出啊 农村老人子女的自身生活压力 本身就很大 很多老人和子女不在一起生活 留守老人空床老人 有目共睹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 地里的活也干不动了 收入自然就大大减少了 独生子女呢 一个人要赡养两个老人 那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农村老人有很多没参加保险 对吧 就没有养老金啊 生活来源很少 孩子在城市里混得一般的话 这样的家庭不少啊 再有一点大家都知道 农村老人医疗费也高于城市 因为他们长期从事呢 体力劳动 健康状况比较差 这方面消耗的自然就高 城市化的发展 有很大的空间和有过力 所以呢 很多年轻人都涌向城里 去寻找创业赚钱的机会 导致农村人口严重流失 种地的农民大幅度减少 劳力怎么样 接不上溜了吧 国家给出了很多政策 想办法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都市中子女的补贴 带预是淘宝医疗统筹 完善乡村养老机构设施等等 目前农村地区呢 供养老人的养老所和机构呢 有两万多家 养老床位呢 达一百九十四万个 农村热逐步的成为一个趋势 比如说招商引资啊 人才返乡啊 也许会成为很多年轻人选择回家创业的一个方向和大火事迹 我们老年人自己是不是也要提前为养老做点规划啊 好好打算一下做到有备不患 感谢收看 小作坊的自炸油 你喜欢吃吗 你先看看这几张图片啊 你看这些发霉的粮食有剧毒啊 是什么呢 黄曲霉素 纳毒素可胜死屁霜 被世界卫生组织呢 定为一级致癌物 会引发胃癌直肠癌肝癌等 一毫克的黄曲霉素就可致癌 二十毫克就会致命 尤其是玉米啊 和花生呢 最容易感染 花生还是自炸油里最多的一个品种 黄曲霉素只有在二百七十度以上 这样的高温下才能杀死 但我们平时做菜啊 油温呢 普遍只能达到一百五十度 至二百度左右 对黄曲霉素来说呢 没有损伤 一般自炸油生产简单 都没有经过什么呢 任何精炼的工艺 油炸出来就放在桶里边 保质期呢也有限 杂质过多又容易变质 会严重影响健康 另外就是原料呢 没有经过精选 有的原料甚至变质 好坏掺杂在一起 你也不知道 质量差的这些粮食便宜啊 省成本 利润大 对吧 这就叫正黑心钱 那些小作坊啊 脏乱差 环境不达标 说不定呢 还会有其他的细菌呢 混杂在里边 那想想呢 就更可怕 有好多人强烈呼吁呢 建议应当坚决赶紧的 关闭这些小油作坊 当然呢 也有一些人说 我们都吃了那么多年了 也没啥问题啊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传统炸油好吃啊 早年的都是吃 简单工具炸的油 好像比现在的油香 你像东北大的油 小加工厂炸的 我就觉得那种油好吃 很多人都很难忘 是吧 那种炸油就安全吗 说有一对夫妻呀 乃自炸油 有关部门对他这油呢 进行检验发现呢 在每千克的油里边呢 含有160微克黄雄酶酥 B1 这两个人都被判了五个月 并罚款六千元 这说明传统炸油里 也含有黄曲霉素的 现在食用油加工呢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比如说从原料的筛选 农药残留的检验 包括灭菌等过程 都必须打标 这样的油吃起来呢 咱们就放心了 专家建议关闭小作坊自炸油 有一些人支持 也有不少的人呢 不支持 看法不一样 大家呢 怎么看 可以在评论里讨论 感谢收看 社会压力下 最大的受益者是少数人 缓解社会压力 是要有人付出巨大代价的 无论是哪种方案 对女性的影响是最大的 因为女干部55岁退休 要用10年时间实现男女同龄 65岁退休 而普通女职工呢 是50岁退休 要用15年的时间 实现男女同龄 65岁退休 这对女同胞是不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呢 多交五年保险 少领五年的养老金 以此类推 领取总额会变少 不均衡现象的就会加剧 求职无门 赚钱无路 苦不堪言 不是什么行业越老越之乡 你哪里来的那份自信 都能干到65岁 我今天65岁 刚退休那会儿呢 想找点事 我说你看啊 我有这个证 那个证 人家哪有心情看你那个呀 打经的活都不愿意用你 该嘎嘎嘎嘎去吧 延到65岁 是真的让你干到65岁吗 并不是 是弹性的动脉 也就是说 你想干 就干不想干走人 麻利欧图快利索赶紧的 但是你要想领保险金 那是不可能的 统筹的钱不够 亏库 知道吧 所以呢 你在多少五年班 或者十年班 就将来都达到65岁的话 你就说那个 有机会上班 谁不愿意出去做点工业 挣钱 养家户口 过好日子呀 再比如说 手里有钱 心里不光 只要有钱 晚退几年也终 就只当给养老多积累几个 我们可以拼体力 拼智慧 拼能力 但谁又没有那个本事 拼年龄对吧 当拼尽最宝贵的老本 仍然择不及时日 何谈一时无忧 就更别提什么 晚年幸福了 这才是延迟最关键的所在 说白了 就是不能过早领养老金 都快要早早享受去了 哪有那些钱 养两亿多的老头老太太呀 再比如说 劳动人民其实最不怕的 就是吃苦受累 人们更在乎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对吧 但问题是偏偏 现在很多单位 年龄过三十五 可就不招人待遇了 还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 都里揣着这个本啊 那个本啊 求职都一筹莫展 那这个中老年人 不就都靠边站了吗 再比如说 深度老龄化 怪谁呀 人口出生率 负零点六 负增长 劳动力接不上六 统筹资金不足等各种压力 接踵而来 有些东西总是让人觉得 姗姗来迟 如果二十年前六十五岁退休呢 现在退休金是不是还能多拿点啊 再比如如果医保 当初就实行文诊攻击 也不至于今天再走回头路 总之国之重策也好 民生之计也罢 其实老年人没那么多奢望了 晚年起码有一个最基本的 或者好一点的保障 这才是干磨 对吧各位 延迟退休啊 说白了 不是缺劳力 想让这些老年人再多干个十年八载的 五七六年的 不是的 劳动力不缺 我们国家劳动力不缺 14亿人的国家缺劳力 不是的 是统筹资金不足 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现在我们国家是平均两个人 供养一个老年人 也就是说老年人不上班了 不交钱了 那么这钱从哪里来啊 有两个上班的 他需要个人交一部分 企业交一部分 拿这个钱来给这些退休的时间开工资 就是先交钱 最后你再来享受 那么到了五十年之后 说我们国家人口呢 将降到八亿到九亿这个样子 现在人口负增长 去年出生 九百五十六万 建国以来七十年来 人口开始往下降了 朝着崩盘的方向走 是这样子的 老年人退休每年两千万 每年两千万 而出生的却只有不到一千万 可想而知 那么这个就业的压力就来了 没有那么多的岗位 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到那个时候 四个人供养一个老年人 所以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更多的人就业 提高收入 才能提高将来的养老的待遇 到老了起码有个 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或者稍好一点的这样的生活 这才是干货 而不在于年龄晚退休那几年 恶性循环之后 走回头路 这样一个习惯方式 那么会有很多人 付出多大的代价 是这样吧 国之重策 势在必行 迫在眉睫 不改不行 各位老年人 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坚持就是生病 感谢收看 这人哪 有的时候当好人也不容易 说有一位女士呢 他在一个酒店里边 当保健员 有一天呢 他收拾大厅 就发现一个包 一边呢 有两万块钱 他就在周围啊 问了一下 一些客人呢 有没有丢的啊 他想把这个还给施主 打听了半天 没有人 没找到施主 他就把这个呢 就交到了前台 过了几天之后呢 聊天聊起这个事 一问呢 还在八台那个地方 这时候他就想好心啊 我就赶紧的 看能不能找到啊 通过警方啊 能不能找到这个施主 这是两万块钱 也不小了 完了之后 他就把这个报警了 当这个酒店的这个 领导知道了以后呢 把他开除了 你说他这一肚子 苦水 这是怨不怨 你说这个 实情不卖 做好事 捡到钱了 完了之后 又涉及到你这个 酒店的诚信的问题 我报警了 反倒挨顿批评 他为什么挨批评呢 这个领导说了 你在我们这个 工作环境里边 你捡到的 无论是东西 还是钱 你这个东西呢 都是酒店的 你都带交到酒店来 你没有资格报警 这种女士一听 就有点发懵 这我这是做好事啊 我也没贪污了呀 对吧 我不是着急 找到施主吗 你们不让报警了 啥意思 是不是你们想私吞呢 这个情绪之下 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这个领导这么一听 恼羞成怒 就你这样的人 我一天 我一小时都不想用你 就把这个宋女士给开除了 这件事情 曝光以后呢 这个店里边的 这个领导 这个店呢 就受到了 很多网友的批评 说这个 这领导是不是犯傻呀 你看这员工素质多好啊 你要说有那个 宋女士素质不好的 把那钱偷偷的命运起来 将来人家施主 再来找的话 你这不有宋女店的名声吗 你这么好的员工 是吧 你把这个钱要交上来 实际不灭 这个对你这个店 你不等于做了一个正面广告吗 这样的员工 你到哪个企业 人家都愿意要 是吧 这不应该 这做好人怎么就 还被开除了 大家就觉得这个宋女士呢 去世呢 有点冤枉 实际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里边呢 涉及到两个法律问题 第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你在店里边打工 不管什么店 捡到了这个客人遗留的这些东西呀 你有没有权利报警呢 有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捡到的 你有权利报警 这法律规定了 所以呢 这个宋女士肯定不太懂这个 这个店里的领导 他也不太懂这个 他说你有什么权利报警啊 这样的宋女士心里面就不好接受 第二个法律问题呢 是什么呢 就是宋女士完全可以啊 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法上有规定啊 签订了劳动合同 任何一方 就说当理由不充分的时候 是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是双方要协议商定 你叫宋女士啊 这个是这个保洁员 他没有违犯你这个店里的有关规定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等于说无故被开除 这是违法的 宋女士呢 可以向法院申诉呢 向她讨什么呢 讨务工费 以及经济不长 自从我给你干活那天开始 就建立了劳动关系 你写没写那个书面合同 都适同于建立了劳动关系 这样来讲呢 你没有理由把我开除 我就要向你讨 经济不长 还有务工费 拿起法律武器 要宋女士这样的员工 速着电话 其实到哪个店里面打工 老板都希望有这个素质好的员工 对吧 实惊不媚 你看 做好事也不容易 当好人也不容易 好心反倒没得好吧 今天我们来聊聊 共和国之子的前世今生 共和国之子这个美誉 是当年毛主席视察东北 在哈尔滨首次提到共和国之子 这对东北人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父老乡亲都感到由衷的自豪 这个在于东北当之无愧 一五十七 新中国一百五十六个重大项目 其中有二十四个落在辽宁 全国百分之十七的原煤 百分之二十七的发电 百分之六十的钢都产自辽宁 第一炉钢第一架飞机第一艘巨轮等 一千多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 都诞生在辽宁 沈阳又被称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以沈阳为龙头的安山长春 哈尔滨等工业区 又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改革开放前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 为什么东北工业独占凹头呢 东北地理位置特殊 自古以来就是荒僻封闭的禁地 直到清政府下令全面开禁放肯 东北便掀起了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人口移动浪潮 势不可挡 新中国前夕闯关东的人达四千多万 中原文化和技术得到向外扩散 丰富的资源得到了开发 到了民国时期 东北那可不得了 东北王张作霖可谓有胆有识 他倡导实业在航运 采矿港口机械电信铁路等方面 成绩斐然 他还创办了中国最大最先进的兵工厂 同时注重开垦 重视金融教育等百姓安居乐业 孙中山先生曾赞赏说 宇廷把东三省治理得很好 很多老百姓都感恩戴德 说闯关东能吃上白米饭 东北人民的生活水平全国一流 工业发展的水平在亚洲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东北工业得利于历史的机遇 有着扎实的基础 建国后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被誉为共和国之子当之无愧 然而现在的东北令很多人无奈叹息 人口大量流失 2020年东三省总人口是9850亿万 比十年前少了1101万 其中黑龙江就减少了646万多人 是人口流失最多的省份 这些人都去哪了 全国各地天涯海角 其中河北的东北人口超过66万 北京东北人口超过111万 山东的东北人口最多超过了115万 当年闯关东 山东人就是最大的军团 占了总数的80% 历史接下的缘分 现在东北人把这份情又还回去了 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 很多国企经历了诞生期 成长期衰亡期 改革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资源匮乏 市场萎缩 劳动力过剩 创业无门 赚钱无路 贫富差异带来了很大压力 第三追求高消费高品质生活 成为现代生活理念的主流 第四地域偏远 东京寒冷而且艰苦 人口不断外流 而且持续增长 虽然每年都有人返乡 寻求创业 但也只是凤毛麟角 有很多闲置的住房厂区 冷冷清清 共和国之子还会不会再展寻风呢 我们热切期待 大家怎么看可以在评论机讨论 感谢收看 现在我们国家进口的药品占比是多少 百分之七十 一期社会材料等进口 百分之九十以上 几乎被外国人垄断了 全国有卫生医疗单位是103.3万个 公立医院是1.2万个 2022年总诊疗人次达84亿人次 这是多大的市场啊 国人都在为外国打老板买单 医疗费用居高不下 所以我们对门诊共济不报太大希望 到门诊共济对慢性病的老年人很有利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 到门诊看病有好处 这是肯定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到门诊看病有好处 你按医生的处方拿药 不然小病可能就脱成了大病 而实际情况呢 我们大家到医院看病都有体会 慢性病自己都知道啊 平时到院店买点药啊 那点钱可能也差不多够了 到医院去排队啊 折腾啊 不说老年人还在年轻人排着去 有的你去不了 拍片啊 合磁啊 采钞啊 等等 这一通检查 没病 也被折腾出病来了 如果没什么大事 那不等于为昂贵的设备仪器买单吗 在医疗这一块呢 还有很多深层的东西 要交点问题 医保卡里的钱到底是性供还是性私啊 这个问题呢 有三个答案 一 私有 国家有规定 这笔钱属于个人财产 并且呢 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 第二 这笔钱属于私有 但是统筹使用 国家输了算 第三 这笔钱属于公私共有 个人只有一小部分使用支配权 这不是一笔糊涂账吗 医保改革之所以普遍受的质疑 反对的很多 是因为医保局没有正面回答 有一些我们百姓认为关键性的问题 说医保改革实在必行 其实不是什么创新 而是改错 当初呢 没有搞 如今呢 从头再来 不平等 这是肯定的了 几家欢乐 几家愁 这次呢 从个人账户 划走呢 大约有三分之二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门诊供给钱不够 那有没有可能下一步 全部划走 不好说 有人预测 这可能是像全民免费医疗的一个过渡 那当然更好 这是大家所希望的 但这只是猜测 所以很多人对门诊供给 其实不抱太大希望 只考虑门诊这一块 从根本上解决不了 看病难的问题 一共就这些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 耗光了算 我想说 不要太在意这个门诊攻击 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也就是说 有吃亏的 有赚便宜的 看病少的 做贡献了 是吧 经常看病的人 可能会补贴回来等等 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就是你赚便宜 你赚不了几个 亏呢 也亏不了太多 医疗这一块 说白了 老百姓永远糊涂着 药品的价格 国外的跟中国的相比 价格差别多少 不知道吧 你到门诊区 按照大夫开的处方 给你开药 你也不知道 哪些药 在报销之列 哪些药 不在报销之列 有的工夫考虑考虑 有没有机会 出去赚几个回来 我们相信 国家改革政策 是向好的 最终呢 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 能够使百姓 都能够满意 今天就说到这 感谢收看 国家又出台了 一个清退令 是针对老年人的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 超过规定年龄的 农民工 将便临着下岗 新的规定 年龄超过60岁的 农民工 建筑工地 一律呢 禁止使用 也就是说 60岁是上限 以后女工 45岁以上 男工50岁以上 在工地 你就很难 找到工作了 老板都不愿意 用这个年龄段的了 60岁退休呢 是针对缴纳 15年社会保险的人 这些农民工 清退之后 后半辈子 该怎么生存呢 现在很多单位呢 开始实行了 派遣专业监督人员 到各工地呢 去进行查看 发现有用超龄的 农民工 一律呢 给予清退处理 有的人说 这不信邦杀驴吗 一方面国家 有延迟退休政策 到65岁退休 这老年人 成乡伯伯了 工地的老年人呢 达到60岁了 不受人待见了 也难怪 大家有乡伯 是这个道理吧 都有疑问 不太理解 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 在多少岁呢 41岁左右 50岁上下的农民工呢 比重将近有30% 还有很多工地的 像熟练工啊 技术工啊 等干的年都长了 他们的年龄呢 都超过了60岁 现在我国农民工总数啊 将近三个亿 这么多年来啊 农民工呢 都经常打工 撇家舍业的 也实在是不容易 他们为城市的建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很多农民工 打工 甚至都十年以上了 这条规定的出台啊 实际上呢 是为了考虑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60岁以上的老人呢 身体不好 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啊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呢 我们国家对老年人呢 也是一种关心关怀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 都应该回家去安享晚年了 大部分工地 在建筑工地啊 都是苦脏累的活 年轻人还行 老了都吃不消了 身体不行了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身体不能一概而论 有的呢 身体还行 还遭遇阵状 是吧 在工地呢 干点活 这一年呢 也正是那是一笔收入啊 他们不能不考虑 将来没有机会再进城了 去打工赚钱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 家乡呢 又没有那么多事干 就那点地儿 鸡鸭鹅狗的 零七八岁的 抓到的干点 但他也没什么好的收入 也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 来钱的道啊 这是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实际上农民工身体好的 有的是 因为他常年从事体力劳动 对吧 身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问题是你家乡这个地方 要有这个建筑工地周围的县城啊 或什么什么地方的 也可以去干的 但是你看新规定来了 你去干不是人工地不愿用你 国家有规定 一旦发现了还得罚老板的款 所以呢你不能用你 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不再进城打工了 回到家乡 干点什么 提前打算 将来有一个安稳的晚年 彩礼清零 你赞成吗 婆婆们都支持 娘家人却坚决反对 还有那些单身的女士一听 什么坚决反对 说河北有一位人大代表 提出的彩礼清零 这个说法一出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个价打了多少年了 谁也没赢 谁也没输 古代有科捐杂税 猛于胡爷的说法 小伙儿啊 娶不娶老婆 细分的说 高价彩礼比古代那个科捐杂税 还厉害呢 的确是这么回事 高彩礼的这个情况呢 愈演愈烈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一些农村地区 尤为突出 18万甚至20万 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呢 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一些 比较富裕一些 但是呢 又面临着房价高 这样的一个压力 因此说 高价彩礼 无论是对于富裕的地区 还是不富裕的地区 其性质是一样的 这个风俗习惯 性质有点变了 染上了很多什么呢 身价彩礼 成了女性身价的一个交易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其实国家和政府吧 挺为难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 民俗的问题 真的左右为难 不干预吧 它又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干预吧 又涉及到民众 心里边的一个情节的问题 像彩礼这个问题 古来有之 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 一种礼仪 但是慢慢的 现在彩礼 如此高昂的彩礼 使得一些不发达地区 本来就比较落后 生活也不富裕 这个彩礼的价格远远高于 当地人一年的收入的水平 这确实 这确实对于南方来说 即家里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不是脱贫了 而是又反贫了 再有个问题 现在面对高价的彩礼 有很多年轻的小伙 不结婚了 干脆 娶不起老吧 不结了行吧 不结了也就不生孩子了 很多人的恐婚 抗婚 这也导致什么呢 我们国家人口出生率呢 在下降 不如了一个负增长的行列 社会人口可持续发展 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威胁 你看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参与还是不参与 干预还是不干预 干预是对的 但要把握一个尺度和方法 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呢 采取了一些措施 叫专项治理 婚丧嫁娶当中的大潮大饭 高价彩礼 有的地方就规定 三万不能超过三万 有的地方呢可能四五万 象征性的拿一点彩礼 对女性的是一种尊重 也有仪式感 也就可以了 很多地方搞了这些专项的治理 在一风一俗 提倡现代文明的婚姻 来遏制旧的一些习俗当中 不良的现象 对社会带来的诸多弊端 对于彩礼的这个问题 大家怎么看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感谢收看 大家好 有的粉丝网友问我说 能不能说一说医院 把你的报销门槛 是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就跟大家回来说一说 第一点 为什么要设门槛 控制费用 控制的是那些 不合理的医疗费用 大家想一想 门诊共计 统筹的这个钱是有数的 不断减少基金的 不合理支出 或是要有效的降低呢 医疗费用 加强人们的医疗意识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不然的话呢 在没有报销门槛的情况下呢 就有可能要病大痒导致一些费用的上升 在所有的费用都消耗在这些病上 一些大病患者呢 就无法得到及时治疗 等到大病需要报销的时候呢 就没有费用报销了 钱又不够了 是吧 所以呢 级别越高 门槛就越高 第二不是你要去掏门槛费 而是说你第一次起始的起付费 要超过一百元 比如说二百元还是三百元 高于这一部分报销 不够这个门槛 不给你报销 而且呢 不是每一次都要从你总的消费当中 扣除你这个门槛费 而是什么呢 一年当中积累 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超过这个数 明白了吧 因此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 不要换医院 换医院之后呢 就清零了 你在一级医院看病 你已经超过了门槛费 这一年当中 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报销 但你后来又换到二级医院 再后来换到了三级医院 你前边的门槛费 起付的门槛费就清零了 再重新计算 所以大家在看病的时候 最好固定在一个医院 医保报销范围必须符合 三大项目的相关医疗费用 具体来说一下 包括药品目录 诊疗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具体来看一下 药品目录 这个药品目录当中呢 西药和中药又分为 甲类药品和乙类药品 甲类是可以享受全额报销的 无论在哪个地区 都是统一 由医保基金支付 一般包括呢 临床治疗的必须使用 广泛 疗效好 同类药品中 价格又比较低的那些药品 但是呢 乙类只享受一部分的支出 那记住这一点 第二项目录呢 就是诊疗项目的目录 诊疗项目的目录呢 主要包括了 临床诊疗必须 安全有效费用 适用于呢 由物价部门制定了 收费标准的诊疗项目 是可以报销的 不够报销的治疗项目呢 包括什么挂号费啊 病例公本费啊 以及各种美颜啊 美容啊 项目啊 等一些 这些手术 这些治疗 不报销 服务设施的目录 医疗服务设施呢 包括了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 在接受诊断治疗和护理过程中 必须的服务设施 如果是就诊期间产生的 比如车费啊 住院费啊 保护费啊 洗礼费啊 什么其他的一些 服务设施等等的 这些东西呢 都不在报销之列 所以呢 我们在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个问题 哪些东西属于报销之列 哪些东西呢 不属于报销之列 这样呢 就给我们到医院 门诊看病的时候呢 有了一个什么呢 跟医生沟通的一个机会 减少一些 我们不必要的支出 今天就说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祝你健康 昨天偶然看到一条消息 说有一位经济学家 提了这样条件意 国家应该重新对农业税 进行合理的征收 国家给了你责任田 你就应该履行交税的义务 这很合理 我就在想啊 农民听了这样的建议 会怎么想呢 感觉大概就两个字 扎心 现在某些公知的负面言论 此起彼伏 确实令百姓深目痛远 公众人物 公众平台 公众舆论 这些人的言论 遭到抨击是有原因的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的观点也好 你的建议也罢 看看受益的群体是谁 对吧 如果受益的是少数人 而不是广大百姓 那就对不起了 被批 被骂 被抢麦克 被封禁 老百姓再没文化 也知道什么是良心 告别了刀根火种的时代 农民不再那么苦了 也不再那么累了 这是事实 但是 还要起早贪黑 风靡雨里 挣的还是血汗钱啊 应该交的费都交了呀 什么水利费呀 航报费呀 地租费呀等等 每年都要交这些费用 专家还想建议交农业税 这雪上加霜的点子 真可谓脑洞大开 专家肯定没住过地 从没干过一天农活吧 不然的话 怎么会想出 这样的馊主意呢 而且还说合理 合的是哪家的理呀 种地能挣多少钱 农民其实最有发言权 种植业的产值是饱和的 土地数量是有限的 只种几十亩地或者几百亩地 就能发大财就成土豪了 这怎么可能 农业劳动都知道苦脏累 农民所付出的体力 汗水及价值 绝不是物质所能衡量的 剩余价值带来的资本积累 完全可以使农民成为资本家 然而土地不是私有的 从打土豪分田地那会儿就开始工友了 工人之所以优越是因为他们有自由 他们可以选择老板 还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而农民往往没有选择 他们只能靠土地为生 粮食等农作物的价格是严格受控的 土地生产的价值 大部分都贡献给社会了 这还不够吗 我们来算一笔账 就拿东北种水稻来说 现在平均梦长大约在800公斤左右 价格每公斤在2.8元左右 去掉所有的费用 每亩地的利润大约在600元左右 最高利润也超过800元 100亩地也就能挣7万块钱左右 如果是哭泣共同付出就等于每个人一年挣3万块钱的工资 是吧 平均每个月不足3000元 如果再征收什么农业税 那不是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吗 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7.4亿 农民担负着养活14亿人口的重任 这还不够吗 怎么又描上了什么农业税 应该奖励才对呀 奉劝那些四体不擒 五股不分的大爷们 别再说痛楚了 农民不容易 你提点好建议 能让老百姓多赚钱 保你服务如东海 寿比南山 感谢收看 1994年 清华大学发生了一起投毒案 也基本锁定了嫌疑人 但是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这个轰动全国的案子到现在呢 也没有破 成了一桩悬案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事 视频中的女主角我用的是画名 说女人哪漂亮聪明 具备了这两点值得一声自豪 但如果再加上一个高学历 那就锦上添花了 安平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女子 在清华大学她小有名气 1973年11月出生在那知识分子家庭 她聪慧灵秀 喜欢音乐 钢琴古琴都玩得非常好 而现在她还是一名游泳健将 她智商极高 各科成绩都一直名列前茅 19岁就顺利地考入了 清华大学画学系 在学校 安平不仅成为游泳二级运动员 古琴演奏得非常优秀 加入了学校的乐队 并作为主力多次有机会登台表演 1994年12月11日的晚上 安平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演奏古琴 结束的时候呢 她站起来谢幕致辞 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就成了她艺术的终结 人生所有的光彩戛然而止 二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安平仍然处于全身瘫痪 语言不清 双目近乎于全部失明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最后的那场演出之前 安平就经常腹痛 她没太在意 到后来呢 感觉越来越严重 而且蔓延到全身疼痛 更可怕的是呢 她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无奈之下 她只好请假 回家呢 休养一段时间 一个月之后 她的头发彻底掉光了 剧烈的疼痛 有多少次导致她昏迷过去 父母将她转移到同仁医院 进行全面检查 但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观察 医院始终找不到病因 1995年新学期医史呢 安平的病情稍有好转 她不甘心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 坚持要回到学校呢 去把腊鞋的课补上 可是十几天之后 病情进一步恶化 尤其是腿部疼痛 让她难以忍受 父母又将她送到了医院 但仍查不出病因 后来一位权威教授 了解了情况之后呢 初步得了一个判断 她告诉安平的母亲说 可能是化学物质中毒 这种物质呢 叫做她 这种东西 当时协和医院不具备检测 她中毒的设备 还有技术 所以呢 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治愈时间 眼看安平 随时可能会离开人世 协和医院不得已采取了血浆致患的疗法 前后共八次 每次呢都在一千毫升以上 相当于全身彻底换了一次血 然而无济于事 安平的病情不断加重 她完全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重度昏迷长达五个月 1995年4月的一天 安平的一位高中同学到医院来探望她 她被眼前的安平吓得目瞪口呆 只见安平全身插满了管子 头发全无 眼睛外凸 瘦得不成个样子 她不敢相信 这就是以前那个近乎完美的女孩 安平的同学感到很痛心 她决定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到办法 救救安平 功夫不是有心人 这个同学终于找到了治疗的方法 这还得得利于互联网 90年代那个时候 互联网在我国刚刚兴起 全国大概也仅有四五百台电脑 而能够懂这方面专业的人呢 又少之又少 恰好有一位北大的同学 在这方面呢很专业 安平的同学就找到了 那个朋友帮忙 把安平的情况呢翻译成了英语 向国外的一些知名的医院啊 新闻组织啊论坛啊 发出了邮件 这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仅仅半个小时就收到了第一封信 之后陆续收到了两千多封回信 仔细阅读这些回信之后 大家发现 很多人都在信里反复提到了一个单词 那就是她 她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种银白色过渡性的金属 在元素周期表排在第81位 可容易酸 很少剂量就可以轻易的摧毁生物神经系统 其带来的损伤具有不可逆转性 此时安平仍旧处在昏迷状态 情况十分危急 全身各个器官都在迅速的衰竭 真相中一大白 教授出具了检测报告 他认为安平属于他中毒 而且是二次中毒 中毒含量远远超出了致死剂量 是普通人体内他的含量一万倍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蓄意投毒案 同时教授给出了处方 可以用普鲁士兰解毒 这种东西不是药 是一种蓝色的工业染料 但它却是治他中毒的特效药 成本极低 正常情况下 使用了普鲁士兰 当天血液中的离子浓度 就开始明显下降 连续用二十天体内的毒素 几乎全都能够被排除 安平得救了 但很遗憾 太晚了 他两次中毒 没有可能恢复过来 只是保住了一条命而已 1995年8月31日 安平从长达五个多月的昏迷中 醒过来 三个月后 从协和医院出院 转入了康复中心 接受医疗 为了给女儿看病 平安的父母几乎倾家荡产 花了好几十万 在那个年代 花好几十万不得了 然而救回一条命的普鲁士兰 却只有五十多块钱 早在1995年4月28日 安平就被计定为他中毒 父母马上就报了案 5月7日 公安局正式成立 调查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 诡异的事件 在五一长假休息期间 学校的寝室 竟然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值钱的东西没有丢 丢失的竟然是安平的洗漱用品 很显然有人在销毁证据 他元素十分稀有 管控严格 任何人接触过都必须进行登记检查 当时有机会 当时有机会接触他的只有七个人 两名老师 三名研究生 两名本科生 研究生的宿舍跟本科生是分开的 所以可以排除 两名本科生有一名是男性 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到女生的寝室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名女生 而这个女生恰好跟安平是同一个宿舍的室友 这个女生就被列为了重要的嫌疑对象 信问一直持续了八个小时 但这个女生不承认自己投毒 最后没办法 只能被家人接走 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问 如果是投毒动机是什么呢 随着一些报道 人们才慢慢了解到 安平多才多艺成绩突出 但在为人方面他比较高调 有的时候呢 甚至还表现出有点看不起他人 平时和同学处的关系呢 很一般化 另外呢 他经常在诗内呀 练琴 影响他人休息 室友提出这个问题呢 他也没太重视 也没太在乎 那么时间长了 免不了 就积累了很多的矛盾 但由于证据不足 这些东西呢 也都只能作为猜测的动机 是投毒 一定的了 肯定是个投毒案 但是呢 没有证据 没有破 这个呢 就成了一桩 血案 后来 被重点怀疑着这个女生 移民 去了美国 她的家庭背景 不一般 属于高层建筑那种的 大家都明白 这个案子后来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呢 在网上持续发酵 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 那个嫌疑人 但同时呢 也质疑 声讨 为什么没有破案 不过呢 没有证据 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的这件事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怎么说呢 人心叵测 世事难料 人间正道是沧桑 走好自己的路 感谢收看 骗子五花板门 什么样的都有 能骗来钱是本事 你要从银行能骗出钱来 那算大本事 然而 你要是能够模仿 国家领导人的笔记 骗出钱来 那可真是天花板级的天花板了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 就是有人模仿周总理的笔记 从银行骗了剧款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96003月21日 周恩来总理的秘书赵伟 接到了这个电话 听完电话内容 他一时的 这有点发懵 皮件 什么皮件 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这类皮件啊 请问马上把那份皮件的送过来 等皮件送过来 他一看 惊讶的说坏了 可能出大事了 这是怎样的一份皮件 令周总理的震怒 并直射线三天内要破案 这个案子发生在1960年3月18日 当时可谓是一个大案了 这天下午5点多钟 一个30多岁的男子 来到天安门广场西侧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使 他递给工作人员呢 一个红色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有毛笔写着这样的字样 诉讼 现下午5点40分前送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戚 工作人员一看是国务院专用信封 就赶紧把信送到了航长办公室 但航长和副航长正在外地开会 办公室的余秘书 便去请职计划局王副局长 王副局长小心翼翼 打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15横红色横格的信尺 上面呢是这样写的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店告诉称 今晚9时西藏伯佛举行奖金会 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记录影片 主播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 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 宗教自由的政策 根据以上情况 逆拨15到20万元 可否请批示 信指的左上策呢是周总理的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 旁边还批注有这么几行字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一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二要十元票包装好看一点 七十务必送到民族饭店 赵玄一首西藏工委宗教寿物 王副局长曾见过周总理的笔记 他看了几遍信上的批示 字体和周总理的字体呢完全一样 加上时间紧急 没有进一步的核实 而且直接批示 请会计局立即把款送去 当晚七点 银行的三名干部 把装有20万元现款的两个麻袋 送到了民族饭店 有一个自称赵玄一的人 这时候已经在那等候了 此人拿出一张信函 上面盖有周总理办公室介绍信 专用图章 银行干部居然无误后 把钱就交给了这个赵玄一 赵玄一从一本白纸便签上面 撕下了一张 写了收条 然后用自行车 驮着麻袋离开了 3月21日 航展开会返回北京 他听了王局长的汇报以后 觉得有必要 向总理办公室再询问一下 一并请示一下 这笔款项该如何何销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银行的人一听急了 什么 没有这个批示 赵玄一确实有周总理的 亲笔签条啊 用的也是周总理办公室的信件呀 赵玄一觉得此事更离谱了 他连忙问钱拿走了吗 伟大说钱已经拿走了 赵玄马上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总理听后也十分诧异 他根本没有写过什么这样的批条 而且就算他要批钱的话 一般都是先批给财政部长李贤念 不可能直接把条子批给银行 这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诈骗案 要知道那个时候 就是三年三年灾害的时候 非常困难 有多少人在挨饿 这个骗子感冒天下之大不韦 骗走了二十万元局困 周总理十分震动 请公安部马上追查 现三天破案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吉平亲自挂奋 全力以赴 振破此案 很快一个叫汪卓的人 辅出了水面 汪卓有很高的文化 解放前呢 他就曾在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 1949年到华北民族大学学习 后来又到北京华美艺术学院学习 死人有较好的美术功底 曾花过人民币 印过假火车票 具有很强的造假能力 汪卓交代 他花了一个多月模仿总理的字 想利用手掌的笔记骗钱 没想到骗得这么顺利 1960年6月8日 王国范反革命诈骗罪 被判处死刑 他把骗来的钱呢 放在家里埋在地下隐藏 其中有一部分让他烧了 追回了19万多 其实抖音有很多变现的方法 有很多朋友呢还不知道 什么是被动收入 学会了 保你天天都会有惊喜 不需要你做什么 每天只要有人看你的作品 就会有收入 收益还不错呢 这就等于说是百减便宜 现在我来告诉你 方法其实很简单 想学的先点个赞 怕忘了呢就收藏起来 以后慢慢看 这个方法就是 抖音创作者广告分成计划 下面我就带着大家 实操一下 你来看怎样找到 创作者广告分成的申请入口 这个申请可是免费的啊 首先打开抖音 在右上角的放大镜 去搜索抖音创作中心 然后选择用户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抖音创作中心了 然后再点进去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是官方的一个网站 然后再去点往上拉 就一直往上拉 直到找到创作广告分成这个视频 点开这里 是官方老师呢在讲解 在视频左下方有一个黄色的小方块 这就是抖音创作广告分成的一个活动路口 点击这里就可以看到活动页面了 认真看一下 介绍全新收入 个人主页流量就可以变现了 每日到账 我们点击立即加入 就申请成功了 这个申请是免费的 申请成功以后 只要有人呢 来浏览你的视频 我们就会有收益 怎么样 很不错吧 是不是很香 有的人把这个称作什么呢 叫做躺转 那还等什么 申请吧 真的很不错的 别忘了点赞收藏 慢慢看就学会了 不久前在广州地铁 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 拽一个男孩的头发 大声喊叫啊 就那个劲了啊 男孩没有抵抗 旁边一位哥们看不下去了 就对大妈的做法呢 提出了抗议 这位大妈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嚣张跋扈 大放绝词 扬言说 在国外 男人都是给女人让做的 那这位大妈 为什么发这么大的活啊 原来是因为那孩子 没有给他主动让做 于是呢 就大发雷霆 这明明就是道德绑架 对吧 没有让做 就该骂该打呗 据说这位大妈 是公司的高管 还能歌善舞 还经常跳广场舞 身体看上去啊 很OK 怎么一上地铁就站不住了呢 你是多大的大妈呀 凭什么盛气令人 把气冲天 地铁是你家开的吗 我们老老实实承认 咱们普通老百姓 没有机会出国 外国的公交地铁 外国的公交地铁 男人都站着 女人都坐着 是吗 你这话靠谱吗 拿谁当傻子呢 外国的月亮圆 外国的空气比蜜甜 你看 那个架势 那副泼辣的模样 以及使劲拍外国马屁的情怀 如果走到国外去 说不定老外还真就不惯了 你连骑马的尊重都不懂 亏你还是位大妈 也许你身家千万了 不知道借了多少外国人的光 想在公共场合灿烂一把 但别忘了 不管是谁 都有坐车的权利 年轻人就必须给50岁的大妈让做 这是哪里规定的 不愿意占你自己去开车啊 不想开车请司机呗 又何必去挤地铁 又强迫人家给你让坐 众人的唾弃 恐怕是平时撒泼爽 成了习惯吧 有网友透露说 大妈当时一身酒气 难怪没有开车 他以为人家肯定会向着他 结果呢 荣幸的遭到了网友们的谴责 这下子大妈开火了 人家不用成什么热度 自己弄个热度成网红了 被拘留10天罚款500元 地铁公交是服务群众的 对吧 大家共享 容不得你扰乱公共秩序 霸道撒野 最后想告诉大家 这位大妈是黑龙江人 我也是黑龙江人 咋说呢 哎哟 你可长点心吧 别给咱黑龙江 抹黑 感谢收看 请大家注意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听见了吧 这位女生说 一个月挣几千块钱 你咋好意思活着呢 照这说法得有几亿人离开地球 只剩下富人 萧萧萨萨的活着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之名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一个看上去有文化 有身份的人 在公开场合 打肆鼓吹 这样的价值观 灭湿生命 践踏别人的尊严 这种丑陋恶劣的行径 必将遭到众人的唾骂 穷人怎么了 穷人就没有资格活着了吗 这不是在搞等级黑拉仇恨吗 谁都想多赚钱 过富女的生活 这么普通的道理 不用你来说教 但问题是 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是不公平的状态 富人是少数的 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赚钱发财的机会 14亿人中 富人的比例占多少呢 只占了0.01% 月收入几千块钱的人 到处都有 年收入很低的 也比比皆是 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着 即便是过得很一般 甚至清贫一点 也都有尊严的 想好好活着 有很多人相信 可能会难一阵子 但不会难一辈子 穷一时不一定穷一世 况且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国家倾注了大量的物力 财力 来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 创造更多的条件 就业 提高人们的收入 你赚到钱了 成了富人了 就拿富人的哲学 出穷人的痛处 那我想问 你在成为富人之前 为什么没去死呢 穷人是富人的阶梯 这是千真万确的 穷人不奢望富人 施舍什么 能有一份尊严就足够了 反过来看 这位趾高气昂的女士 你不尊重也就罢了 然而你把人的生命看得那么不值钱 这可就太过分了 当然如果你是出于好心 劝谏那些不上进的 应该去打拼 不过赚钱 那没说的 那你的教导呢 会有人推崇 即便是这样 也应该注意场合分寸 还有语言 对吧 但从视频中 我们感觉好像 这位女士不像是善意的批评 而是一副蔑视的口气 所以才遭到网友们的一顿谴责 搞等级黑拉仇恨 是一个不良的社会现象 相互诋毁 侮辱 谩骂 越整越黑 越黑越恨 好在啊 这不是在早年 否则的话呢 谁死谁活 还不一定呢 大家怎么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祝你发财 有的时候一些老年人 去在一块呢 聊天会聊到这样一个话题 说付费电视就是坑啊 坑你跳 玩开你会商量 今天就跟大家聊了这个事啊 我觉得付费电视呢 应该好好整治一下 彻底清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可以肯定的说 现在看电视的人 老年人很多 年轻人很少 他们都玩手机 天天刷手机 忙活其他的事啊 没有这么多功夫看电视 对吧 老年人不怎么摆弄 手机 摆弄不明白 除了电视 也没什么好干的 对吧 天在家里看电视 问题来了 老年人有好多东西 真的你巴了不明白 摆弄不明白 哪有遥控器在那 一个就是按哪 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节目 一通选 好不容易选到了 想看的节目 现在好 一百多个画面 几十个画面 眼花缭乱 仔细一看 付费 什么包月 包年 交多少钱 还有什么自动续费 一不小心就点了 OK 交费成功 你不看钱也不会退给你 就盯着老年人那俩钱的 还有更缺德的就是什么呢 签约期内 你要提前取消 需要按月 按功能付费 你知道吗 还要赔偿 你看 你真搞不明白 有一次呢 我就按错了 付费了 一生气 去胆怯 电视不看了 拿走 有一次呢 我发了一个视频 我在视频里 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 我说现在啊 是玩套玩路的时代 对吧 有很多人赞成我这个说法 叫什么呢 真的就是蒙你听好玩 哎 骗你没商量 专业名词叫什么 叫踩坑 搁韭菜 电视台打着免费的喜好 宣传的天花乱对 VIP APP 你也搞不清楚 到处都是雷局 你都蒙圈才怪了 看个破电视 还不够生气的呢 这些收费 是什么单位搞的 有哪个部门管 合不合法 等等这些事呢 咱们都搞不清楚 经济大台 文化 长期 商业运作 只要有机会 哎 套路就来了 挑战老百姓的底线 去不去的 大家都能想出 这些满费的东西 都这么想 比如说 电视免费啊 那随便看啊 再比如说电脑流量啊 限多少季免费 超过的部分呢 可以付费等等 这些呢 都是梦想 像收费电视 这类现象太多了 谁来管 没人管 那就别看了 离收费电视 远点远点 无出口 他就被割了韭菜 今天就说到这儿 学学收看 最近一个女孩火了 这个火可不是红火的火 而是什么 上火 她在网上发图文说 怎么办 我润了 润就是出国的意思 出国就出国了 有什么大了不第的 有什么可显白的 然后呢 她就开始宣复 说局长爷爷给家里赚了九位数 好家伙 这九位数不得了 那是上亿啊 这个信息引起了一片哗然 她爷爷是干什么的 居然赚了那么一大笔钱 那肯定是不易之财吧 有的网友在评论区里回复说 润了 还这么喜欢老钟的APP 真的是太爱了吧 女孩阴阳怪气的不屑一顾的说 当然喜欢啊 老钟啊 看了之后呢 我家那么多钱 都是韭菜供的 我怎么不喜欢呢 听听了吧 原来他爷爷的钱都是在国内割韭菜赚的 在他们眼里老百姓算什么 赚了你们的钱反过来侮辱老百姓 把老百姓比如成什么 韭菜哪里都割呀 这么赚的钱 越说越不着调 网上开始对这个叫北极棉鱼的丫头口诛必发 接下来还有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 这丫头开始辱国辱民 真是吃饱了撑的 国人找你了惹你了 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你说你不是找骂的吗 你父母你脸上有光 嘚瑟一下也没有人可能跟你那么轻轻计较 但是你不能鄙视那么多不如你的人穷人 况且你家的钱都是哪来的 你爷爷退休前是某交通局的局长 这得查一查 如果是贪腐那位曾经的局长大人就得绳之以法 那么久为数的损款可就不是你家的了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酵 这个女孩一看情况不好 发文希望大家别太狠了 放过我 他爷爷呢也发文澄清 说自己在在位期间没有什么问题 相关部门呢已经介入调查了 女孩是口无遮拦哪惹得祸 把76岁的爷爷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但愿这位老干部在位期间是廉洁清正的 否则 这个坑爷的孙女肠子都毁清了 其实网友们的批评都是善意的 你本来像炫富 贪腐 辱国辱民 这些言行人们就特别反感 失误痛语 你非要戳这个痛处 好歹你也念了那么多年的书 而且现在还是在国外念书读书 另外呢 你还是干部家的子女 你就不能讲点形象和素质啊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现在知道了 求网友们手下留情放过你 但是对不起 晚了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有什么句话对吧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个姑娘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 感谢收看 大家好 我是老田 2023年养老金将迎来第19次上涨 今天我跟大家伙儿聊聊这个事 其实养老金上涨方案 每年都有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呢 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缩小差距 控高提低 有很多退休人员老是觉得 养老金的作用既然是养老 那就不应该存在较大的差距 而是提低控高 逐步缩小养老金差距 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有道理的 养老金的一直遵循呢 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 缴费基数高和缴费年限长的人呢 在退休时可以领取更高的养老金 这是一定的 这一点呢 也无可厚非 而且呢 合情合理 大家都能够理解 也都能够接受 但是每年养老金调整的时候呢 都与缴费多少和年限挂钩 就感觉好像不是太公平 毕竟 因为在退休测算养老金的时候呢 这方面的优势 已经体现出来了 多角多得和长角多得的 激励机制 因此每年上涨 就不应该继续倾斜了 很多人呢 都这么看 否则就不能更好地体现养老 这两个字的含义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养老金要不要与工龄挂钩 这个问题也一直在争议 应该很多人都支持 多劳多得嘛 但是这些年来 养老金上涨呢 其实从来没有按工龄调整过 工龄是最能体现退休人员 对社会所做的贡献的 其中呢 有些退休人员 比如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导致脚费年限较短 但是他的工龄呢 却会很长 这样在退休测算养老金的时候呢 根据多角多得和长角多得的原则 养老金呢 可能就不会很多 那么在之后的养老金上涨当中呢 就应当考虑到这个因素 把工龄可以作为一条标准来衡量 工龄长的就应该多长点 这也能够体现对退休人员 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 总之养老金上涨是件好事 对广大退休人员来说 是一种关系和安慰 对于调整方案当中的一些争议 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 要想完全一碗水端平 好像也是不太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吧 群众的呼声也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养老金的调整政策的 不断优化和改进 相信呢 国家一定也会考虑这些问题 统筹兼顾 尽量做到 让大多数呢 退休人员都能够满意 感谢收看 西安今天下雨感觉挺清爽的 我没有机会回到老家去扫墓 我过去的亲人都安葬在黑龙江 新凯湖畔的青山绿水旁 但不管在哪里 每年清明的时候呢 我都会给亲人和长辈去烧香 送点钱 这就是一种怀念与追思 是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千百年来没有改变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会把扫墓祭祀看作是一种 精神和情感上的一种享受 因为地狱的特点呢 城市化的建设 现在很多人都聚少离多 感情越来越淡了 越来疏离了 是吧 所以呢 都盼盼着各种节日能够相聚 清明节其实呢 是另一种维度的相聚 我认为 其实呢 每年都有这么这一天 在特殊的文化仪式这样一种背景下 我们与祖上或者早逝的亲人们 进行一次链接 在扫墓祭祀的时候呢 都会说上一些话 对吧 聊聊天 无碍或是想告诉他们 我活得很好 彼此都好像看到了一种效貌 于是呢 我们就有了一些存在感 我把这种东西呢 叫做一种信仰 很多人说中国人千百年来 把祭祀看得很重 只是为了寻求一种什么 庇护或者保佑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更多的人呢 寻求一种身份的认同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大国呢 当然呢 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没有信仰 我们的信仰大多数呢 都是对教亲文化的信仰 老子中庸里呢 有这么一句话 敬其所尊 爱其所亲 人天生就有秉性 如果活成自己的秉性和个性呢 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的人了 因为欲望使很多人 为了生活把自己活成了别人 时常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呢 会忘记我是谁 感谢365天里有这么一个日子 能让我们回忆一下 在这一天里呢 能让我们想起很多很多的事 我来自何处啊 还有我们的祖辈啊 他们曾经为生活那样奋斗过 也努力打拼过 这些事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自己的来处 看看他们的墓碑 还有照片以及名字 能让我们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和一些生活上的勇气 家族的存在就好像是一条 无始无终的河 我们对祖先的祭祀很虔诚 很庄重 那是因为我们知道 将来我们也会回到那里去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墓碑上的那些名字 我们年复一年的去追思 我们只要记得他们 他们就没有真正的离去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活在爱他们人的心里 爱在心里 思念永恒 感谢收看 大家好 我是老田 盘点贪官那些事 今天来说的这位呢 是罗舒丽 他人长得漂亮 颇有自色 80年代那会儿呢 他只是重庆市 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来到官场 他很快就悟透了一个道理 美貌就意味着名利 于是呢 他的目光就像雷达似的 在男人堆里边一通扫描 接下来一幕幕全色交易上演了 他勾引的可不只是那些 有钱又有势的男人 只要他相中着的心仪的小心肉 一准通通拿下 不服从的 他就大肆阴威 逼迫就范 他快速走上了领导岗位 可谓是色欲敛财 两手抓 罗舒丽从小家庭的生活比较困难 他也尝到了 清苦日子的那种悲凉 他渴望着有朝一日 登上荣华富贵的殿堂 他从一名普通职员 成为农业局党委书记 有了权力 他的贪欲就不断的在膨胀 有人送来一些小礼品 他根本就看不上眼 慢慢的那些于贯而入的 有求他办事的人发现 对送礼 罗舒丽是来者不拒 于是送礼者就不断的加码 真金白银 现金源源不断 罗舒丽的口味越来越大 他利用权力 有了钱 开始报复性的消费 几十万的现金在他手里边 一天就能花完 仅仅靠送礼满足不了他这样的一种消费 于是呢 他又开始打起了政府项目工程的主意 开发项目 自然就成了项目的总负责人 手里掌握着大权 通过他在各个企业的竞标 赚得盆满锅满的 罗舒丽的弟弟 想做生意 但成立公司需要注册资金 而他资金呢 又不足 于是呢 罗舒丽就在局领导不知道的情况下 挪用局里的四十万元 转到了弟弟公司的账户上 在竞标上 赚到一些钱之后 他又开始打建筑材料的供应主意 于是便放出消息说 如果哪个供应商想要竞标成功 可以去找他 他绝对能把事情办好 供应商就为了这个机会 将大笔现金送给了罗舒丽 几十万就轻轻松松的 汇到罗舒丽的账号上 他这种行为呢 逃不过审计的眼睛 虽然罗舒丽将自己的非法所得 都存进了名为公共支出的金库 但审计人员还是看出了破绽 当审计员找到他的时候呢 他竟然拿出其中的十万元 去贿赂审计人员的上司 成功地躲过了这次危机 并被提为序幕食品局的局长 当上了局长后罗舒丽 便更加肆无忌惮 挥霍无动 生活迷烂 他不止一次以局长身份 逼迫年轻率男 与他发生关系 罗舒丽靠四项勾引起家呢 最早是从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他开始勾引村主任 通过村主任 他当上了老师 之后他又盯上了县领导 千方百计 打探到县领导的联系方式 趁县领导来视察的机会 他精心打扮一番 一下子引起了领导的注意 接下来 罗舒丽发起攻势 小女子投怀送报 领导心中暗喜 一拍即合 罗舒丽摇神一变 成为农业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后来他通过领导的关系 又认识一些更高级的官员 攀上高之后 罗舒丽就把这个县领导那给踢开了 他不断的寻找新人 抛弃旧友 一步步登上了高位 先后担任了农业局党委书记 农机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他41岁的时候 担任了畜牧食品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不愿意接受他控制的小男人 写了一封举报信 列举了他犯罪的事实 彻底结束了他的美梦 罗舒丽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面对高墙铁窗 不知道他在做怎样的反思 感谢收看 然后打开本子写下了几个人的名字 他的目光仅仅盯着这几个名字 眼神里偷着憎恨 自然自语的说 我跟你拼了 我要杀了你们 一桩惊人的血案突如其来 贾埃真一怒之下连杀三人 这犯了可是死罪 但是当案件公开审理以后 却有一万五千多人写信为他请来 就连人民日报都专门报道了事情的经过 其中必有原因 1949年底 新疆解放了 毛主席号召驻守新疆的官兵 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广大知青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大西北 为建设边疆做贡献 那一年贾埃真只有16岁 刚初中毕业 他就跟随哥哥从浙江 来到新疆石盒子建设兵团 他先后被安排在农场劳动 两年后参加了护理班的培训 毕业之后就被推荐到了144团当护士 贾埃真在农场是小有名气的江南美女 但他一点也不娇气 能干特别能吃苦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1976年他入了党 还被评为医院的党支部委员 兼团支书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命运从此在一个个巧合中 发生了改变 第一个巧合是 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正 是他哥哥的朋友 他哥哥就特意嘱咐张国正 多关照我妹妹 张国正就把蒋爱真 当做自己的亲妹妹来照顾 加上工作关系 他们经常有来往 第二个巧合是 同在医院工作的李佩华 西士平等人 一直跟张国正有矛盾 积怨很深 李佩华 西士平他们一直在找机会 把张国正整下去 于是他们就把蒋爱真 作为利用的目标了 1978年3月18日 蒋爱真要回浙江老家看亲 张国正特意来到 蒋爱真的值班室 嘱咐了几句 然后就回家了 李佩华等人一直在找机会 他们断定蒋爱真出发前 一定会和张国正会面 而且还认为他们两个人 一定会发生关系 于是他们就将抓捕 张国正的地点 放在了蒋爱真的宿舍 他们还把这个事 跟副院长做了汇报 副院长也信以为真 就默认了 由李佩华 西士平等七人 组成了一个突击小分队 埋伏在蒋爱真宿舍附近 李佩华他们找来了 一名值班护士 编了个理由 把蒋爱真骗走了 李佩华等人迅速冲进了 蒋爱真的屋内 他们没有见到张国正 检查了床上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过了一会儿 蒋爱真回来了 隐约觉得有点蹊跷 当时自己在屋里 放了有几百块钱 他担心有人心怀不轨 最后找来了张国正帮忙 张国正来到 蒋爱真的屋里正准备了解情况是 李佩华 西士平等人突然冲了进来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把张国正还吓了一跳 李佩华仰着头 一副得意的样子 不一会儿 支部书记和团委领导 都到齐了 他们再次检查了 蒋爱真的房间 可还是没有发现什么 蛛丝麻迹 当领导问到李佩华 西士平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 支支吾吾的 也说不出什么来 本来是想抓个现行 可什么巴顿也没抓到 李佩华等非常恼火 他们又策划了一个 更缺德的阴谋 也正是这一招 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阴险的计划就是 欲加之罪 何欢无辞 李佩华等人 此此地咬定 张国正和蒋爱真 关系一定不正常 必须扳倒张国正 出一口恶气 于是就在行动失败后的 此日清晨 搜查队成员便分头行动 谢士平等人 一方面向团党委告状 另一方面到处传播谣言 说昨晚张国正在贾爱真房间里鬼混了 李佩华和谢士平又编造了一些细节 说17日晚有人亲眼看见张国正 拐进了贾爱真的房间 一时间流言四起 很多人也都信以为真 纷纷议论 饭后茶余都拿这个事当笑话去讲 李佩华毫不掩饰的表态 说就算搬不到他 也要搞臭他 贾爱真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人们见了他指指点点 说三道四 明明是无中生有 就一下子把这个年轻的姑娘 推向了风口浪尖 这让他难以承受 他感觉委屈死了 要求组织上给他个说法 还他一个清白 一天下午 谢士平站在走廊里 大骂张国正 嘴里全是肮脏的字眼 贾爱真能听不出来吗 这是在公开场合 侮辱他的整个 贾爱真一下子有点精神崩溃 从那天起他的举动极不正常 又哭又笑的 有一天医院发现 简爱真不见了 他的哥哥也来了 和医院的人找了一夜 最后在隔壁台上找到了简爱真 他眼神呆滞 脸上有一些划痕 喊他他也没反应 他最终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后来经过治疗 病情有所好转 第三个巧合的事来了 也正是这个巧合 把简爱真彻底推向了万丈深院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升级 144团党委派工作署到医院来做专项的调查 简爱真认为这是一次讨公道 证明自己清白的好机会 于是就写了一份长长的材料 但简爱真哪里知道 这个调查组负责人是10任144团副参谋长杨明三 他过去跟张国正一起共过事 二人在工作上打吵过几次 杨明三本来就对张国正不满 于是就动了邪念 想借这次调查的机会收拾一下张国正 调查的结果呢 可调而知 导向都偏向了一边 营造了揭发张国正的气氛 李佩华 谢时平在各种场合大肆散谋 张国正和简爱真 有男女关系的诸多疑点和细节 杨明三在大会上多次要求简爱真 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 更有甚者各类污秽语言 不堪的漫画贴满了医院各处 对这次调查 许多人都挺反感的 但大家又不敢站出来能维护正义 比如某干事贴了一张 为简爱真深渊的大标语后呢 就被调离了医院 还有的人只是在那听听 蒋爱真在那哭诉 就被警告 于是大家为了不离自己添麻烦 纷纷远离了蒋爱真 在这种情况下 李佩华等人越发猖狂 主张让蒋爱真到复合检查 就连副院长也助纣违逆 阴阳怪事的说 你还怕检查呀 真经不怕火炼吗 这话就像一把锋利的刀 狠狠的扎在蒋爱真的心窝 他感到有无数伤手 把他一步步推向绝路 还咬着牙告诉自己 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清白不清白了 我要杀了他们 1978年8月28日 民兵连长通知蒋爱真 参加第二天的打把练习 当天晚上 蒋爱真坐在宿舍里 给家人单位分别写了几封信 准确的说应该是医书 然后在纸上写下了李佩华 谢世平 杨英三等人的名字 复仇的行动开始了 29日参加完打把群内 杨爱真提着枪直奔医院 他走进那颗真实 就看见了李佩华 他大吼一声 李医生 你不是就想逼死我吗 话音刚落 一声枪响 李佩华当场倒地神亡 随后 蒋爱真一眼看到谢世平的妻子 这个传播谣言最活跃的人 吓得慌忙逃窜 被蒋爱真一枪击中 李佩华的妻子戴叔之 听到几声枪响 跑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却撞见蒋爱真朝他奔来 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蒋爱真一枪击中了胸口 连杀三人之后 蒋爱真要寻找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 谢世平 他推开谢家的大门 只有谢世平的儿子在家 小孩子见到他之后 就说 你大人没在家 蒋爱真就走了 其实当时谢世平在家 他不知道从哪得到了消息 就藏在了床底下 躲过了这一难 蒋爱真持枪杀人的消息 迅速传开 单位领导调击了一百来号民兵 火速赶来将他包围住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 蒋爱真被逮捕了 蒋爱真杀人之后 张国正很快就被定为幕后指使者 耀斯斯团把他拘留起来 在审判蒋爱真的过程中 耀斯斯团党委将他定为反革命杀人罪 追赠被害的三人为烈士 还召开了追悼会 这一做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大家其实都经历了这场闹剧 都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被判死刑 后来又改为死缓 新疆高院经复查后改判无期 同时追究了调查组杨明三的责任 当大家以为杨明三得到应有的惩罚时 他却在关键时刻又被调到了河南 而谢士平先案无事 后来还得到了重用 但事情到这还没有完 仍然还有不少人在为蒋爱真伸张正义 时合着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在整理好案件材料之后 向上级报告了相关的事实 同时向人民日报反映了此事 人民日报的专门采访报道 一篇题为 《蒋爱真为什么杀人》的 七千多字的长篇文章 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 这成为后来蒋爱真判决的关键因素 社会各界1.5万多封来信 都是恳请法外开恩 给蒋爱真这个年轻的姑娘一条神路 最终在198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重新开庭审理了蒋爱真杀人案 法庭外站满了群众 为此法院在路上设置喇叭 进行实况转播 最终判蒋爱真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的5年 而陷害蒋爱真的人都得到了色彩 这个判决结果得到了全国人民高度认可 在司法界影响深远 蒋爱真在服刑期间收到了各地群众 寄来的信件 衣物食品 甚至还有求爱信 因为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蒋爱真最终提前两年出狱 1990年的10月 蒋爱真回到了浙江绍兴 她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 娘俩终于团聚 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她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给她落了户口 并且还安排了工作 两年后 经人介绍认识了现今的丈夫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命运真的会捉弄人吗 不是 是邪恶的人制造了这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是正义的阳光 庇护了一个善良的人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虎头要塞 大家听说过吧 我曾经去过 这是日本关东军 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上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大家好 老田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虎头要塞那些事 当年日本关东军修建虎头要塞 他的目的呢 是把这里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 因为虎头的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他位于伯利和海森外的中心点 是遏制苏联远东乌苏里江铁路的咽喉 同时他又是远东军进入东北腹地的捷径 虎头要塞不是一处 他西齐火石山 东至乌苏里江于俄罗斯的伊曼 格岸相望 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呢 他有五个主要的要塞组成 那蒙虎山是主要阵地 现在人们去参观的要塞遗址 就是蒙虎山下的阵地 中虎山持日军守备司令部的所在地 高纳110.8米 地下公市以蒙虎山为中心 由隧道中西地下的要塞相连 地下设施包括指挥所 通讯室休息室火防御池 粮库担药库发电所等 并有竖井直通山顶 观测还有多个通风孔排气孔 反击孔整通道 1939年的3月 关东军建立了第四守备队 辖三个步兵队 五个炮兵队 一个工程兵中队 总数呢是八千人 开始扩边 兵力达到多少呢 一万两千人 要在仓库当中储备的粮食 衣物弹药等呢 可供养一万多人 使用三个月的时间 火力配备都有什么呢 有十到三十厘米口径的榴弹炮 还有排击炮 高射炮 高射机枪等 另外呢 它建立一处半地下 钢筋水泥结构的巨型炮阵 将东京湾要塞的海防巨炮 四十厘米口径的榴弹炮 运到了虎头药塞 长有二十多米 最大射程是二十公里 炮弹长四米 弹头直径四十厘米 长一点二米 最大的装药量呢 有一千公斤 你看这炮这么大 这个阵地我去了啊 它这个大原坑 钢筋水泥结构的 地下大概有一米六 这个样子 然后上面有 钢筋铁架结构 打一个棚子 当时呢 棚子上面 盖了很多的 这个薯条 树枝子 来挡一下 当然这个原炮 已经没有了 现在呢 是一个金属构架的 一个炮的模型 据说呢 操作这个炮 在二三十厘 在虎头镇 以西三十公里的火石山 日本人还修建了 什么呢 火车炮阵地 建了一个列车炮 中队 装备了二十四门口径 达到一米的列车炮 最大射程多远呢 五十公里 可见日本人 真是下了血本了 正是由于 虎头要塞的分布 公式规模 军事设施 联合防御啊 都十分坚固 攻击力极强 日本关东基呢 就把这里 垂取成什么呢 永久的要塞 这是东方的 马其诺防线 修建这么大规模的 军事工程 耗资达数亿 征用劳力呢 十多万 用了六年时间 很多山 你进去看 都被掏空了 1934年 其实他就开始了 到1939年 湾工 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 有无数的中国劳工啊 还有战俘啊 遭到了残酷的奴役和伤害 可以说 要塞 是用中国劳工的尸骨 堆积而成的 这些劳工 受到非人的待遇 食物缺乏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 劳工大批死亡 尸体就被随便的丢到荒野上去了 惨不忍睹 具日本的一个士兵 港区哲夫 他在虎头决战秘录中呢 这样写道 昭和18年 也就是1943年的一天 要塞打体完工 劳工被集中在呢 蒙古山西路的华地里啊 举行什么呢 举行酒宴 用酒宴来酬劳 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就用机枪扫射 所谓的宴会啊 顿时化为血腥的屠杀 到处都是瓷的血腥味和尸体 1945年的8月9日 苏联远东军第一方面军 对虎头要塞发起了攻击 日本守卫队呢 凭借坚固的攻势啊 顽强抵抗 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这之前呢 其实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 但要塞里的日军不相信 坚决不投降 那就不客气了 1948年8月10日 苏军出动48架飞机 一顿狂风 便往要塞里呢投放大量的汽油 顿时啊 这个地下的空间就变成了日军的坟墓 1400多名日军 除了53人侥幸逃生 其余的全部被消灭 戴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战 如果有机会来到虎林 别忘了一定去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要塞 走一走 看一看 勿忘历史 抢我中华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公女敢杀皇帝 胆大包天 你别说还真有这事 而且还不是一个公女 16个 不用什么凶器 而是用绳子 大家好 老田话题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千古奇案 这件事情发生在明朝 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 一个比一个神 我跟你讲 那稀奇古怪的事多了 北京万寿山呢 有名十三陵 这可是一个著名的风水宝地 这块宝地呢 是明代相当有名的风水大师 廖俊清选的 位于北京北面的昌平县境内 天寿山的南路 以北京50公里 邻居占地面积呢 120平方公里 埋葬了13个皇帝 古代迷信色彩很浓厚 都很重视巷宅看墓地 说风水好啊 能给子孙带来好运 家族兴旺 风水不好啊 不吉利 凶多吉少 说到挺多 于是呢 就形成了一套风水理论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那就是龙 血 沙 水 象 这么五个方面 十三陵前六公里 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 东边是龙山 西边是虎山 正好符合东青龙 西白虎的四陵方位格局 明朝经历了276年 共16位皇帝 怎么十三陵 这就十三位皇帝呢 因为明朝建国的时候呢 建都在南京 就是天津 有三位皇帝 没有葬入十三陵 他们是朱元璋 朱宇文和朱启玉 朱元璋是开国皇帝 葬在南京紫金山上的 明孝陵 建文帝朱宇文 离其失踪 没有陵墓 他是明朝第二位皇帝 那么第三位皇帝呢 是朱元璋的孙子 在朱宇文继后的第二年呢 燕王朱底 从北京起兵 挥师南下 发起了静难之意 战争持续了四年 在慌乱中呢 皇宫起火 当大火扑灭以后呢 人们发现这个皇帝没了 也没有找到 有的说呢 被火烧死了 但没有发现尸体 还有的说呢 出家围僧了 顿入空门 总之 下落不明 成为千古之民 明景林朱启玉 是第七位皇帝 他本来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 1449年 由于他的哥哥 明英宗朱启镇 御驾东征 抗击瓦斯 结果在图堡之变中 兵败被俘 国不可一日无君 朱启玉就被推到了台前 当了皇帝 没想到一年之后啊 这个朱启镇就被瓦斯放了出来 这个情况就很尴尬了 朱启玉和朱启镇之间的关系 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 朱启玉将朱启镇软禁在南宫加紧防范 然而七年后 朱启镇发动独门之变 夺回了皇位 随后 朱启镇将朱启玉软禁在永安宫 一个月后 朱启玉离奇去世 朱启镇在诏书中指责他弟弟不孝 不仁不义 没有资格葬入皇陵 就把他葬在了北京西山景泰陵 第十三令就葬了十三位皇帝 明世宗朱厚聪是第十一位皇帝 这个人性格多于暴力 经常打骂太近宫女 一不高兴的可能就处死他们 九日九日就急下了院 叫杨金英的女人 召集了十六位宫女 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件大事 那就是要杀死皇帝 宫女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呢 古代皇帝都有一个癖号 那就是迷信 求长生不老 为了练得长生不老之身 皇帝派人到高人 将他们请到宫女来 朱厚聪还听说呢 练丹的时候只有家境 十三四岁少女的处女精血 才有奇效 于是呢就派人输送了一大批妙龙宫女 只为了练得不老神丹 为了确保原料纯正 这些宫女不能随便进食 每天只喝一些露水 吃些什么桑叶啊花蜜啊 久而久之 这些小女孩都变得面黄极瘦 除了供炼丹的精血以外 还要承担宫中的杂果 皇帝根本就不把这些女人当人看 朱厚聪一不高兴就对这些宫女打骂 甚至处于急刑 久而久之 宫女们对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 充满了恐惧和怨恨 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 这些宫女终于忍不住了 所以以杨基英为首的16个宫女就密谋要杀死这个可恶的皇帝 经过秘密的策划 他们决定与凌晨动手 这天晚上 朱厚聪林姓了一位姓曹的妃子 然后就陷入了沉睡 凌晨的时候 林姓的那位妃子悄悄的从龙塔起身 开门把杨基英他们放进来 原来这位宫女和他们是一伙的 这些宫女一拥而上 用一根绳子套住皇帝的脖子 在用布捂住皇帝的嘴 这个时候不能呼吸的朱厚聪突然醒来 发现这一大帮宫女在他床前想杀死他 出于求生的本能 他开始奋力的反抗 但他一个人面对十几个宫女 很快他就拌下阵来 随着绳子越勒越紧 他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热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 方皇后突然带着侍卫跑了过来 救下了皇帝 并制服了这群宫女 原来是一个小宫女叛变了 却向皇后告密了 这些宫女最终都被处以急刑 甚至连他们的家人 也都被诛杀了 这场公民起义呢 比失败高中 朱厚聪呢 命不该绝 不过仙丹也没能保他长寿 最终他还是因为长期服用含有铅 和拱的重金属的丹药而中毒 口吐白沫 凶闷窒息 恶呼哀哉了 他只活了59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 一共出了400多位皇帝 皇帝是不允许随便出宫的 宫庆里的女人也是一样的 只要进了宫 基本上就这辈子交代在这吧 皇帝后宫家里3000 生孩子随便 想生多少生多少 那子女的数量打得惊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看看皇帝生娃前八名的排行榜 第八名 晋武帝司马炎活了54岁 在位25年生了26个儿子 12个女儿共38人 第七名 唐顺宗李勇活了45岁 在位才一年 他生了28个儿子 女儿11个 共39人 第六名 唐高宗李渊 享年69岁 在位7年 生了22个儿子 19个女儿 共41人 第五名 就是明开祖 朱元璋 活了70岁 在位25年 生了26个儿子 16个女儿 共42人 第四名 陈宣帝 陈虚 享年52岁 在位14年 生了42个儿子 6个女儿 共48人 第三名 康熙 享年63岁 在位25年 生了35个儿子 20个女儿 共55人 第二名 唐玄宗李吉隆 生了30个儿子 29个女儿 共59人 这做头把交椅的 是宋徽宗 赵吉 享年63岁 在位之间 25年 生了38个儿子 42个女儿 共80人 如果放在学校里边 一个班 40人 正好是两个班 都姓宋 娘都是谁呀 恐怕也搞不太清楚 把娘凑到一块儿 可能足够一个班了 皇帝能生这么多的孩子 一方面是皇帝都风流成性 有大量的时间吃喝玩乐 而且传统上就是男尊女卑 多妻制 所以呢 可就是生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传香火 只有儿子 才能够继承皇位 女人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 所以呢 想生多少 生多少 2000多年 就出了一个女强人 武则天 武则天确实不一般 他不管那套事 老娘就是要当一回皇帝 给你们看看 女权主义 在武则天身上体现的 那是淋漓尽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朝历代都发生了很多 争权夺位 父子相残 兄弟手足相残的血腥事件 非常惨烈 古代人口出生率是比较低的 到了清朝人口大约只有四亿左右 无论是版图上的地域面积 还是人口 还是经济等 打清国那都是最强盛的 但是清代皇室有个习俗 就是为了皇族血统的纯正呢 提倡近亲结婚 所以出生率不高 特别是到了后期 从咸丰皇帝开始呢 香火就越来越大 宣统光绪早早的就没了生育能力 没子嗣 所以慈禧太后才有了垂帘听政的机会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没有南丁基从皇位 封建帝制 也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皇帝多子多孙 无论生多少都不能挽救 封建社会灭亡的命运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傅索安是一个人的名字 大家猜一猜 是男是女 如果都猜说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错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这个叫傅索安的小姑娘可不一般 在她高中的时候 她就第一批报名 下乡插队 来到黑龙江省的边境地区 后来她叛国投敌了 成为克格勃的一名出色的特工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个极富传奇的姑娘 短暂的一生 傅索安是一名天津之星 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地 她的妈妈呢 是一名英语翻译 爸爸呢 是一名医生 她天生丽质啊 漂亮聪明 童年的时候呢 她有好多照片 都被照相馆挂在外边做广告 她继承了父母的智商 从小学习非常好 尤其是英语 遗传了母亲的优势 她喜欢看书 脑子活 点子又多 因此她总是显得比别人呢 至高一筹 她在高一的时候 就成为全国第一批 插队落库的知青 说人有两个缺点不能有 一个是致命的 一个是犯重复的错误 傅索安恰恰犯了这两个毛病 她最致命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她特别爱出风头 喜欢别人都关注她 围绕在她身边 经常摆出为我独尊的姿态 在这方面她很虚荣 1966年 她17岁的时候 还在上高中 是一名班干部 又是英语科代表 她就组织了一支 有几百人的战斗队 取名叫什么呢 横空出世 有很多同学都积极响应 是学校最初风头的 这么一个组织 后来呢 受到了一些排挤 不顺 这个组织呢 解散了 她就组织了几个人呢 想再成了一个组织 建立这类组织呢 需要审批 但是没有手续 她就想撕克个公章 就找了一名受批斗的 挺有名的一个 金石转克家 来克这个公章 人家一看不敢克 你没有证明啊 不给的克 她上去就是狠狠的 这一巴掌 把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呢 打倒在地 傅所安做的第二件措施呢 就是举重欧斗 她插队的地方叫齐马村 这个村子位于 黑龙江省的边界处 距离著名的 俄尔古纳河呢 只有20公里 这就是举重欧斗的